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Linux核心实作课程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座中呢,我们想来跟大家探讨我们的期末专题 那注意到这些期末专题呢,是预计进行,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然后那注意到就是说呢,我们这边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讲一些相对是新的题目 那有些同学呢,会负责将之前的测验题,还有这个之前的作业继续投入 那所以那些已经有的作业跟测验题的话 我们在之前课程的介绍,还有测验题的说明其实有对应的解说 那请你搭配来看 那这边呢,就是来看这个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所有的程式呢,都该确保能够在Linux核心5.10或是更新的版本上运作 那注意到这个规范呢,是很关键的 因为Linux Kernel的API其实是会变动的 就是Linux Kernel对应用程式会揭露这些系统步骄 这些系统步骄呢,变动很小 但是核心内部的API的变动就非常大 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也就是说呢,你会发现有些题目可能跟过去看起来是一样的 或者看起来很像的题目,但是因为它是在不同版本 那当然就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然后呢,注意到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专题里面呢 特别是针对已经有的题材 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测验题啦 还有这个之前的作业呢,我们会要求同学呢,去进行汇整 那这汇整的最终呢,是希望你可以撰写出完整的技术报告 那这会长得像什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啊 就是说呢,会是 就是,它会像是一个就是说 能够完整展现你的专业的啊 像这个,这也是之前同学的专题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它就探讨说呢 挑一些系统安全的议题 那你可以看到说有CWE跟CV专门在探讨这个城市漏洞 然后从这些城市漏洞的这些议题呢 它就整理几个呢,是跟系源标准有很大观点的 就是,那你可以看到说它的目的 就是,它想要知道这里面呢 这些各式各样的攻击啊,各式各样的弱点呢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啊 像这个2014年的OpenSSL Hub 这个Hurbrid Attack 这个冲击非常大啊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它其实它的原因呢 其实比想象中的简单很多啊 因为有很多城市的操作呢 其实它缺乏对记忆体范围的有效检查 那这些呢,很可能是开发者忽略 系源标准规格啊 那注意到就是说呢,我希望呢 大家最后撰写出来的内容就像这样 就是有个明确主题 明确动机 然后呢,你会分着不同的 不同的 子范围 逐一句探讨 然后最终最终呢 它可以成为你专业的部分 你可以写在你的个人简历上面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你今天学一个东西呢 你要有办法证明你学习过 那这件事呢 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不同时期的 的期待呢 其实变化很大啊 我二十几年前我那时候学Linux的时候啊 呃,我也去找过一些公司 那当时呢 说真的 我也没问什么D-call这种东西啦 那就是人家问我说 你Linux学的状况怎样 好,那我就说 我从高中的时候 开始学Linux啦 然后我就把我的状 稍微讲一讲 然后当天我就拿到offer 好,那最后不是我厉害啊 而是 你要想 二十几年前能够 呃,能够 自己学习Linux的人 而且在Linux上做一点小东西的人 其实这这样的人相对是少很多的 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好,现在的话就是 安装Linux根本不是一个什么 什么困难的事情 好,其实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安装 而且 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真的安装吧 对吧 好,你去注册这个Google的GCP啦 你去注册 AWS上的EC2 好,其实你只要 你只要 呃 按这些按钮 其实你就可以完成 主机的 申请注册 对吧 好,那上面这里面 原本就已经 已经安装好Linux啦 好 那所以这个不同时期的 真的期待是不同的 但是我不变的地方 仍旧是 你能够在特定主题上 产出什么 好,我想这个很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从第一个作业 就要求大家 务必 把你的开发记录 你的程式码 攻注一室 你才有办法接受各方的挑战 各方的 各方的意见指教 然后呢 你才有可能呢 因为知道自己不足之处呢 才能够持续进步 那像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同学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他就是很细致的去探讨 Bus Operation 然后可以探讨说呢 这中间 有那些关键问题啦 然后甚至还探讨一些 跟Bus有关的一些 关键操作 那这边他就是去参照另外一个 一个素材 然后他对这方面做了相关的描述 然后 我想呢 最终最终呢 就是大家要有产出啦 那这个产出呢 不只是像开发记录这样 其实我想最明确的产出 其实就是 像话题是这样 就是你真的 在Linux Kernel里面有足迹 注意到这边讲的足迹呢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你的程式码 是Linux Kernel一部分 或者说呢 你对Linux Kernel提交了patch 像这个去年的同学 就提交了patch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有好几项 然后注意到这些呢 我想是很棒的事情 就是说 你不只是能够 像人家说明说 你有办法理解Linux Kernel这么庞大的系统 而且因为你理解 所以你知道怎么去改进 因为你理解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细节 或是有一些 持续可以投入的素材 然后最终你通过patch 跟这些开发者互动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因为你在怎么闭门造居呢 终究是不如直接跟开发者 在第一线合作 然后这个Kernel开发者的风格落差很大 有些开发者是会属于那种 尊尊教诲的人 就是他会给你很多指导 指引 那又反过来 又有这个开发者呢 就是不太理人 注意到这个开发者很多元 但不管怎样呢 就是同时问路 你真的做出贡献 你真的去依据Linux Kernel的规范 尝试提交这个patch 这个我们在前几周的课程 也有跟大家简单提过 就是说 怎么对Kernel做出贡献 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历程 好 那回来就是说呢 就像刚刚提到 我希望大家去想 就是 我想分数是一回事的 分数的话 你有百至五十分数是自己打的 就是 你应该没有看到其他大学课程这样做 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 就是有百至五十是由学生自己打分数的话 那 这个就是说呢 其实注意到 这绝对不是我偷懒 我就是想要创造的环境 就是你对你自己负责 自己有学到东西最重要 每个学习的状况绝对不同 但是我可以看到 你从学期初到学期末 你的成长幅度 你打分数呢 就该是依据成长幅度 例如说呢 你一开始呢 你的七点比较低 那你现在做出一个还可以的成就 那这样 这个进步幅度很大 反过说 如果你一开始高度就很高 当然我对你的期待就要更高 好 然后 总之呢 最后呢 你就要写在旅语表上面 而且你的投入呢 应该可以为自己争取到空间 所谓的空间就是 讲更明白 就是说呢 这个 可以拿到offer 注意到公司的offer 然后可以 拿到一些经费啦 不是说一些补助 我想这个东西是可以谈的 而且 你应该把它当目标 注意到我们不是 凡事都要把这件事想得很势利 但是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之前 旅游公司主动发给你offer 这就是对你自己专业的肯定啊 然后你过程度还知道 哪边还可以持续加强 好 然后 我们等一下列出来的这个题材呢 其实我也是简单描述啦 那其实很多细节是需要 好好的界定的 所以你务必呢 务必跟我预约一对一的讨论 然后聊清理解这个中间的这个 进行方式还有我的这个期待 显然呢 你这个开发时间是很有限的 那我们就看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出足够的产出 就是我们讲的足够 就是说呢 不是多 就是你怎么可以做到深刻 然后你没有克服更新关键问题 然后呢 如果 如果你自己对题目呢 有些想法的话呢 再就是 你看 底下列出来的题目 包含说 之前的测验题 之前的这个作业 如果都跟你的 预期呢 有落差的话呢 没关系 你发信给我 就是你自己可以来提案 那当然 你要跟我沟通 好 好 那注意到呢 这个所有题目呢 所有题目的话就是 你该跟我 跟我讨论 你不该自己 更新底下的那个题材 我会依照你的状况 比方说呢 你可能对 某些 比方说对网路的题目 虚拟化的题目呢 觉得这个东西 跟工作很有很大 日后工作有很大观点 然后你想做 但是呢 你可能是在某些题材呢 可能遇到很大障碍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 你还是做原本的题目 那反过来说有些同学呢 那可能本来就走比较前面 那所以我就会建议说 你要继续 可以试着去往前走 那我们有些题目呢 会是 会是 针对某个子系统 像刚才讲的虚拟化啦 或是多媒体的子系统 或是档案系统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议题 然后也有可能会改进 Nistkernal某些 某些实作 那当然你可能会有个 就是你可能会有 就是说 这个题目我也想做 另外一个题目我也想做 怎么办呢 好 这可以沟通 好 就是我先跟你沟通了 从5月做到6月 好 你该完成什么 那暑期呢 或是其他时段 你还可以继续做其他题目 好 那总之就是你要铲除 好 注意这样 这是个承诺 好 那每个题目呢 可以由1到2个学员进行 好 那这个就是 一样 请你跟我发讯 发讯去跟我讨论 就是说你有什么期待 你有什么考虑 你就希望跟某某人同一组 然后呢 如果呢 某个题目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 一定需要三个同学的话 请你告诉我 那你要必须要说服我 就是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题目 两个人会有两个人的题目 跟他的期待 对吧 那三个人注意好 对我来讲 三个人就要做得非常好的题目 就是要非常显著的产出 我不希望有这个三个和尚没水喝的这种状况 那所以就是 这样 我们之前是有这种状况 就是有同学的坚持说一定要三个人 那三个人 我们就给你看得出三个人做的这个难度 然后呢 注意到有些题目呢 他可能会有多个执行人 就是原则上 新的题目的话 就一个 就是一组同学 就是一组就包含一到二个同学 但是有些题目呢 他可能会多个人去做 那就是说呢 要求可能不同 例如说呢 在 可能教你 重做之前的作业 之前的测验题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可能会有 两组或是三组同学 那那两组 两组也好 三组同学也好 他可能就是 有些细致的部分 会有些 差异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旁听的同学呢 也可以参加 那我会试状况呢 给你必要的 指导跟协助 例如说呢 你可能需要一些设备 那我会提供设备给你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电脑太慢 怎么办呢 注意到 就是 通常我不会买电脑给你 但是我会开放一些 主机存取的权限给你 例如说这边 如果你发现电脑太慢 怎么办 好 我们就给你一个 48核的输入器 那你说这个48核不够 怎么办 如果真的48核不够的话呢 好 再给你 有没有 两百 两百二十四核 反正就是说呢 这是我能够做的 那注意到这个 就是 我能够做的就是给你一些必要的一些协助 就是你可能需要不同的主机 对不对 不同强度的主机 那你可能会需要一些 比方说 比方说 开放板 像这边的话就是树莓拍 树莓开放板 我给你这样 就是 当然要看题材 有些题材 是不需要这些硬体的 好 那总之就是我会给你必要的协助 当然呢 你终于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我也会 协助你排除 我们预计安排在六月下旬 应该是六月二十四号 注意到这个 我们之后还会再公告 相关的资讯 请你注意看我们的这个 课程讨论区 还有粉丝专业 好 然后 选课的同学 就是在成功大学 不管是 也可能帮助 跨校选区的同学 你一定要参加 因为这是对你专业的一个展现 那旁边的同学 可以选择 就是决定要不要这个 参加期末 期末专题 好 那选课同学意味着就是说呢 你中间必须要开发 详尽的 就是要准备详尽的开发记录 要看得出 有投入这些题材 你做得少 其实没关系 对我来说 我要看得出 你有持续投入 你不可能每天都有突破的 我想这个 这件事没那么神奇 又不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种在土壤里面 一天一天 每天都在长大 不大可能是这样 那你可能会 可能会有一个议题 可能会让你这个 两天三天没有进展 那如果说呢 你太长时间 比方说五天没有进展的话 你一定要通知我 还会表示 你就要遇到很大大的障碍 或者有些题材 它本来就是走不通的 然后这些东西 都该反映到 这个开发记录里面 好 注意点 好 然后再来是呢 我们所有的程式码 都该在GitHub 跟GIST上面出现 那GIST就适合 这个完整的 就是GIST commit 那GIST的话 你可以看 它也是一个GIST的服务 那可能就是 以一个 一部分的程式片段 像你有参加过 我们测验体就发现 我们测验体的程式码 新秀藏验体在GIST 不管怎样 最终的这些东西 都该是 开放给公众 我想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些学员 或是社会大众 他可能对这门课很有兴趣 他因为时间的关系 他没办法参与这门课 但是他可以关注在这门课 然后我们在 期末专题的时候 我们最终的发表会 最终的发表 我们会邀请任职在联发科技 高通 Sci-Fi Google这些公司的主管 还有资深工程师 也来意见 我想这很重要 因为过往 很多作业其实都是 都是孤方自赏 但是我希望 我们今天 要了解Linus Kernel 就是要诚实面对自己 知道自己哪里不足 然后重点是 跟世界各地人交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对同学们的要求非常多 你发现连CommitMatch 几个都花很多利息跟你讲 就是要把它写好 然后这些素材 当然就要公众识出 你的开发记录 你的诚实码 你的投影片 还有你的录影解说 都该让公众存取 那你说我做不好 不敢给别人看怎么办呢 这问题非常好 对不起 没有谈判的空间 就是要给公众看 做不好不可耻 可耻的方式 做不好也不敢给别人看 对吧 你就是要 透过公众力量来 来来去测 光有我去测不够 然后呢 就是 你也要回复 与会者的问题 就像我们讲到 我们会去邀请一些 资深工程师 一些产业专家 给大家意见 那当然这个 对我们课程有兴趣的 朋友们 也欢迎呢 欢迎来这个 看着我们的同学成果 提交相关的问题 然后注意到同学们 选课同学有义务回答 哪怕是很简单的问题 说为什么这一行要这样行 哪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不起 一定要回答 你可能觉得问题很蠢 作为一个学员 你可能觉得问题很蠢 对不起 你有义务回答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题目呢 就问题没有分什么 问题没有说它是这个 有效跟无效问题 关键地方是说 一旦你了解一个议题 尤其像Lins Kernel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这中间呢 就是要会留学到 就是各式各样的细节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最终的认知 有些问题呢 它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单纯 你可以看说像我们 第11周的测验题 第11周的测验题呢 我在这个跟同学互动的情况下 结果跟他讲 就是我就把一个看起来 好像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 我们顺便来看吧 你看在那个第11周的测验题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题目呢 它乍看呢 就真的是很 很无聊 它就看起来 就这样一个指标操作的问题 但是呢 你修改 修改一个指标操作 就从这个原本呢 可能是方括号 那你该把它改成新号 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你就发现说呢 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那这些呢 就是一直 我一直强调的 细节 非常重要 但是这个 这些细节呢 除了我们 透过课程方式 去驱测 各位以外呢 其实 真的 需要 外界的力量 就是 外界的力量 加速这个驱测过程 那我想这个 我有这样做呢 说真的 大家才会进步 你当然会 会觉得很不舒服 说真的 不要说 不要 不要说 各位 你想我做一个授课教师 这样子公开这样做 其实说真的 万一同学做得不好 我也丢脸 所以 但是我已经 我不怕丢脸的话 你也不该怕丢脸 而且呢 我们事实上不会把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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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汉语 把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正式名字 揭露出去了 你揭露出来的东西 只是你的Github的ID 这件事我问过律师 其实这件事不涉及 不涉及各个领事 好 你看 我刚才 就是刚才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看 就是 选错了 我们有一个 那个 那个 问答 问答剪辑 好 快到学取末的时候呢 这个讲话都会讲不出来 因为我们 安排了 一系列的这个 一对一问答 那注意到 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就是 我花了好几年证明 我是可以一对一教的 然后呢 请你知道 就是 我既然可以花力气在 一对一教各位 但是 希望呢 各位有对应的产出 然后你看 像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 就是这一段程式嘛 你看这个结构体 这个 跟这个 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这两者呢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就是你在 比方说你今天 你今天在这个 一般的西语言程式 你把这样的内容呢 跟这样内容拿出来 就是 如果它都是指 那个 你都把一个 一个 就把一个字串 直拍到这样的 这两者的形态呢 其实都可以把 String Literal印出来 但是 但是注意到 今天做了这样修改之后呢 其实这两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前者呢 改到后者之后呢 其实呢 后者会引发什么 会引发 这个 assertion assertion的错误 然后 这件事呢 其实认真要谈讨 其实不容易 因为这两者呢 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所以很多同学呢 可能上课上到现在 都还误以为 这两者是一样的东西 注意到它在某些状况下 的确是可以互换的 但是呢 在这个情境来讲 是不能换的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有相关的讨论 那 这件事也是我一直强调 就是真的呢 你 只有呢 接触各方的这个指教 各方的意见呢 才有办法 看到自己的盲点 看到自己的盲点呢 才知道哪里可以改进 所以就这样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 对 这个本课程呢 关注的朋友们 那 我想你千万不要 呃 就是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一个很棒的机会 就是很短期内 可以了解这个 这门课 大概做了什么事 而且呢 你可以问同学 那你不用怕丢脸 然后你你你问讯息呢 我们也会 也会 也会 你也不用 不用做什么登记 反正你就看到同学有问题了 路见不平 对不对 发现哪里写不好 或者发现他写东西的 不知不知所以 问他 那我就会盯着 我跟助教会盯着这个同学 确认上 这个同学们有产出 好 然后呢 呃 其实说真的 上面呢 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我真正的目的 我的目的真的很简单 我目的是 引导大家可以在 这个像Linus基金会举办的 各式各样研讨会上面的 发表成果 例如说呢 近期呢 就有什么呢 就Linus 就Open Source Summit 然后会有 Embed Linux Conference 会有这个 呃 会有举办在好多不同地方的 这个Open Source Summit 还有还有一些特定主题 可能是呃 比方说JavaScript 或是Visq File 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呢 呃 尤其是大学生 在校生 可能会担心那个差旅费 对吧 因为想说 因为机票还真的 很贵 不用担心 这件事是 闲的事 就是不用担心的 我们跟这个开放文化基金会合作呢 这几年已经陆续募款 我们现在募到这个 40万 40万可以来做什么事呢 40万可以带大家出国 出国发表成果 然后跟这个世界各地的高手 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这个 不是 晋升交流 好 那这个 请你不用担心的事情 这个我们 我们已经做了 那当然如果说呢 你对这个课程呢 想要做你贡献 很简单 就是通过开放文化基金会呢 去 这个 你就可以线上刷卡 那刷卡完之后 这个捐款的这个证明呢 也可以拿来抵税 就是这个 我想一个 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对不对 就是可以资助同学参加国际研讨会 当然有些必要的设备 有一些 可能我们之后 还有些计划 那最后这个网页 很抱歉 这个网页呢 我一阵子没有更新 上次更新是2017年 我之前已经 就最近疏于更新 那没关系呢 就是之后呢 我希望呢 把这个内容写好 就是 当然这个 不能辜负各位的期待 最后不能辜负各位期待 所以还在 还在努力 但是总之就是说呢 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们既然挑战的东西是 这种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那我就希望呢 一旦有突破的话呢 可以让各位 真的是感受到这个 突破难题带来的 让大家感受到喜悦 这个喜悦是什么 就是 例如 你在大学毕业前 就拿到offer 虽然我不觉得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 但是我们高等教育 其实没有朝这项去做 就是 很多同学 除了拿到毕业证书那一刻 还是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 但是我们在Linus Kernel 不自由这种困惑 因为我们在毕业之前 只要你对Linus Kernel 有 有办法做出贡献 有办法跟着Linus Kernel 一起成长的话呢 你就会很清楚 你的技能已经满足了 某些公司 而且这些某些公司呢 就是你听过的 就是Microsoft Meta Apple Google Intel 这些公司的期待 当然大小规模也不同 总之就是说 贡献程式码到Linus Kernel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就算你短期的做报这件事 也没关系 因为你做的成果 其实我们公开透明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 刚刚讲的这些公司的主管 给各位这个意见 那到时候呢 他们在招募人才的时候 各位当然是很明确 可以被 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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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接洽的人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底下呢 就有一些题目 就是我们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些 相对比较新的题目 就是 相对比较新的题目 那其他的题目呢 就是我们原本的 这个测验题跟作业 好 然后 那这边来讲话呢 就有提到一些 在公开场合的一个 就是Linus基金会 举办研讨会的 发表的机会 好 例如呢 有一个叫PrintRT 主要PrintRT这个东西呢 我们其实要 可能要再过 再过个三周吧 两周三周 才会真实在跟他介绍 这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就是把Linus用在 工业控制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词 叫工业4.0 但是你可能没有 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工业4.0 其实背后就是Linus 有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讲Linus 然后呢 注意到Linus呢 其实已经 在 在这个工业控制 已经发光发热 例如呢 在SpaceX SpaceX的 飞龙号里面 就飞龙号的 这个 那个 飞龙号的 这个太空艇 其实它里面就是用 用Linus 然后呢 这个 SpaceX里面的 这个火箭控制系统里面 也有Linus 那它的这个 地面站里面 也有Linus 那SpaceX SpaceX内部的 这个网路管理呢 也是Linus 其实不止SpaceX 包含说 Microsoft在内呢 其实有一堆 Linus的工程师 对你有没有听错 Microsoft Microsoft呢 其实 你可以看 这个这几年 Microsoft有很大的转变 那其中一个转变 就是说呢 Windows这个部门 以前是一个事业群 但是现在已经缩小范围 并不是Microsoft要放弃Windows 请你不要误会 而是呢 Microsoft在云端的这个事业群呢 它的整个成长速度 是比传统的这个 Microsoft的产品线 来得 来得快 然后呢 既然Microsoft要投入在 云端的话呢 就少不了Linus 因为Linus在云端呢 其实就是一个 鱼帮水 水帮鱼的一个状况 好 那在工艺控制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就有讲 就是 讲什么数位马达啦 那帮 然后像我自己呢 也是在一些公司的担任顾问 其中就是要把这个Linus 用在 用在工业控制的领域里面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注意到有非常多的问题要去解决 不是一点点 是非常多的问题 好 那 那 同学可能听到非常多问题 觉得会慌张啦 但是注意点 就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 那其实说真的才值得我们去做嘛 对吧 好 那像这个去年这个同学呢 因为他解决了非常困难的问题了 他就在这个Linus基金会举办的 Open Source Summit 就是 在北美的这个Open Source Summit 是很大的 然后他就在这边去 去发表 发表他的成果 他就跟我一起 一起发表 然后这边在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想要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可以 可以隔离特定的城市执行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在 Linus核心上运作的时候 在多核的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no bands 对吧 就是说你看如果有 今天有四核 那这个四核 四个核的运作呢 其实呢 我们的任务呢 很很会在不同的core之间migrate 例如说我们来看 就是像刚才有展示给大家看 你看像我这边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目前有什么 目前有48核 编号1到编号48 那你可以注意看呢 画面中这个红色的部分 红色跟绿色部分呢 就是有不同任务 你看到像我此时此刻呢 你可以看到说编号2的CPU呢 任务很 就是任务很多嘛 对吧 那个编号2的CPU 目前占用100%的CPU资源 但是呢 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任务呢 会迁徙到另外一核 我们称为叫Task Migration 那注意到呢 这个是一个 在多核的系统中很常见的一个特征 但是这件事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即时的处理 因为在即时的处理来讲的话 我们并不是要非常快的执行 我们需要这个整个行为是Determate Stick 也就是说它这个行为要符合预期 它不用快 但是呢 我希望做一次 做两次 做三次 做一百次 它的时间分布 是我们符合我们预期的 然后为了这件事呢 我们就设计一个机制 叫做Full Task Isolation 就是说我可以把某些任务呢 限定在某一个CPU盒上去运作 就某一个Persessor Core上面运作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是Linux科普本来就有了机制 但是原本的机制呢 其实它有它的相对的限制 那你可以看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有这个通影片 然后就可以看说 我们就尝试去突破 那一旦有这样突破的话呢 其实这样的话 就是Linux的即时能力 就会变得更好 然后总之就是说 我希望你了解到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 普通学生可以做的 像这个同学 在Linux基金会 举办的Open Source Summit 发表成果的时候呢 他还是一个什么 大学生 注意到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呢 发表这个成果 那注意到这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本该如此 注意到我一直强调 本该如此 就是对吧 你好手好脚 当然要做没出来 对吧 你要怎么证明说 你对Linux科普懂 就是改 改了之后呢 我们去解决关系问题 那注意到这不是打盗空 我想这就是 注意到请你跟我解释 本该如此 对吧 我们纳税人 你想 我不是大学校的时候 我从纳税的角度讲 我们纳税人 把这个税金交给大学 对吧 不就是希望同学 可以做出成果来 而且呢 很多很多很多实验室 你会听过很多老师 说 加入本实验之后 可以做什么事 不用 你 你现在就可以做 对吧 你不用到研究生 才能做吧 对吧 研究生 要做研究的 对吧 你说这个贡献科努 然后展现自己 对科努的认知 什么时候可以做 时时刻可以做 你是高中生 做 你是大学生 那当然你成为研究生的话 你就要揣摩一下 因为你并且还有 这个研究的意义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题目来讲的话 要注意的议题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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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了 要深入很多部分 那抱歉 我先忽略这个细节 因为这个细节的话 你可能需要搭配 我这个教材 就是你可以 请你先了解 这方面的 教材 然后总之呢 就是说呢 在 对对对 就是我们来快速看看 就快点看说这个突破 其实这个突破 说真的你也不用说 改了 改了什么 几万行 也不需要 很多东西都可能有这种幻想 其实关键的程式 可能就是 就是几四行 但是 因为我们总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就这样 我们今天去了解 丽丝科统 并不是叫你改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几千万行 很多 尤其那个PTT的 那个 那个 TechJump SoftJump 还有八卦版 总是有网友 对写程式有很多幻想 我们写程式呢 其实不是写的多 才有意义 我们就是要解决问题 尤其在念课统上面 其实有很多问题呢 它已经被开发者 着手去解决了 那关键地方是 没做好 所以就要 它就是没做好 那我们就是把 原本没做好的地方 找出来 去定位出 这个没做好的地方 然后实际上去改进 这一点 可以给你看 那个Benchmark的结果 好 例如呢 你可以从这边的 这个 示意图 示意图 好 像这边可以看 就是说呢 我们针对这个 Aum的架构 跟这个 S86的架构 我们分别去比较 然后注意到就是 蓝色线呢 是原本 原本DNS呢 针对这个 即时处理 已经有去调整 然后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这什么事 橘色 橘色线呢 就进一步呢 运用刚刚才讲到 这个Task Assosition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改进很显著啊 对不对啊 你看啊 就是 注意到这个 蓝色的是什么 原本这个开发者 就已经做了事 它已经让Linux 可以运用在工艺控制里面 所以这个 像这个延迟 已经缩减很多了 你看啊 这个 这个在20microsecond 以内的延迟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 很低很低延迟啊 如果是单纯的Windows呢 可能是 数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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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econd 但是 在Linux来讲的话 已经控制到20个 microsecond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把这件事用来压低 把它降到 就是10几个microsecond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分布来 大概就是13 13microsecond 然后 在其他情境来讲的话呢 就是 注意到这个 中轴呢 是什么 中轴是对数坐标 所以这个 这个差一点 会差很多 对数坐标的展现 所以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整体来讲话呢 它对于这个行为的 就是对Liota的帮助 是很明确的 因为Liota的其实不是在快 是在说你的行为上 是不是符合预期 那换言之呢 你的延迟越低 就表示你的行为 越可预测 越可控制 那注意到这件事呢 很难 也因此呢 值得我们用 好几点的时间 去探究 那当然在我们 这门课程里面呢 我们当然没办法 主要讲这些部分 就是有些人听到这件事 会觉得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公司 有这个需求 没错 有很多公司 包括Intel 跟Google这类 他们有这方面需求 很迫切 不是有而已 是迫切 那迫切到呢 就是简单说 你只要有这个突破的话 你就会拿到offer 如果你拿不到offer 你跟我讲 我帮你去 帮你去引荐这个必要的人 那总之就是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们就解决这些难的题目 当然注意到 不是每个同学 都需要解决难题 因为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稳扎 稳打的 去解决问题 那像这个 去年同学的产出 也很明确 他就参加的国际研讨会 发表他的成果 那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他的程式码 公注意事码 就提交在这个 Linus Kernel里面 这个我们称为叫做 LKML Linus Kernel Mailing List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 我们也会希望 同学可以去理解 Linus Kernel里面的 同步机制 注意到Linus Kernel的 同步机制 当然也会有你熟悉的 Semaphone Commute test 但是注意到 在Linus Kernel里面 要关注的点 其实是更多元的 像是我们会了解像RCU 或者更早期的Hazard Pointer 那这些东西都是 在Linus Kernel里面的 这个同步机制 然后RCU要解决问题 就是它本质上 它是一个Lock Free的 神社 Lock Free的同步机制 也就是说Lock跟Lock之间 不能相互干扰 不能有Lock的竞争关系 而且在Lock Free的 条件来说的话 以这个要满足Lock Free的话 就确保说 无论如何 至少要有一个执行序 会有进展 那当然还有一个 更严格的叫Weight Free 那RCU正式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Weight Free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当我们讲 这个同步机制 其实它里面就需要 很多这个 对Know有很深入的认知 才有办法去 去说明它是怎么回事 更别说去突破 那这个是去年 也是这个去年同学 就是去参加 Open Source Summit 然后发表它的成果 注意到我想这个 发表很重要 就发表不是为了什么论文 这个发表 是让你在世界上有足迹 注意到这很重要 就是搜寻你的名字 搜寻你的名字 就本该的 在一个对的地方出现 你搜寻名字 如果只是出现在 DingDing 还好 出现在一些 什么社交网站 我觉得还好 但是你的名字 就该出现在 这个专业的网站 对不对 你说你对Know有认知 那你的Know程式码 里面就该有你的名字 或者举办的机会里面 就该有你的名字 对吧 好 然后像去年这个同学 也是跟我一起发表 发表成果 就是我们去研讨外 我会跟你一起发表 不用担心 就是不用去担心 什么经费 题材 所以我会帮你想好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认真思考 这相关的题材 像这个去年的同学 他去研究RCU 这个刚才提到 这个什么 Lockfree的同步处理机制 那除了研究RCU之外 他去研究说 在不同情境 就是不同场合 应该要做什么事 然后过程中 他也去参加 Open Source Summit 去听别的议程 那也在去年的时候 也在开放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 去发表相关的成果 那你可以看到说 他就是去跟你分享 他听到的议程 然后尝试跟其他讲者 跟他讲者去交流 然后我想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这种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是你证明 证明你跟 不要说跟这类开发者 平起平坐 我们今天不是追求这么这么 这种事情 我们追求的东西真的很简单 就是你有付出 对不对 就由这个什么 不是只是 你的师长给你肯定 就该由 专业的给你肯定 对不对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在国际化的时代 更该如此 师长肯定 我觉得已经不够了 像你要去国外 申请学校 教师长写推荐信 我觉得还好 说真的 你就该找这些开发者 对不对 就是某个开发者 就说 对不对 像Linus 说这个某某人 跟我合作开发科务 对不对 做得很棒 那时候强烈建议 一定要去CMU 世界一游学校读书 本该拿到这种推荐信 不是大学老师 大学老师写推荐信 也是 哎呀 写的很违心 对不对 就没那么优秀 因为我知道 因为其他人都会写的 比较含糊一点 那我就 也没那么优秀 然后你就写太多 对不起自己 写太少 对不起学生 而且那个四季 其实很有限 但是柯龙给你一个很棒的机会 你就是解决 真实世界的问题 而且解决 这些真实世界的问题 其实需要 阅读大量的paper 做大量实验 大量的构思 那总之就是说 这个相关的题材 也可以去看 这是我跟同学的 介绍 就是讲的那个内容 然后 那这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面对一些 很特别的问题 比方说呢 我要怎么去提升 特定的这个资料解构 这个scapella题 你看到像画面中 这个部分很有趣 就是 纵轴呢 sup 就是什么呢 单位时间内呢 能够做的事情的总量 那横轴呢 是执行区的数量 你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当执行区呢 到30的时候呢 是整个sup最高的时候 然后呢 接着执行区数量增长之后呢 反而sup会降低 并不是越多执行区就越 就是整个sup越高 其实不是哦 注意到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曲线 那这种现象呢 就是它就是影响到这个 意味着说你的整个程式的 这个scapella题呢 其实不够好 这就是可以突破的点 休息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Linux的同步机制 然后注意到这个问题 绝对不是叫你看程式码 或是看论文 或是论文里面画重点 绝对不是 就是你在其他课程 或者你在其他的 你在实验室 也许有些老师呢 可能会叫你做这样的事情 最后就是 我想呢 不同领域呢 我说不上来 但是系统软体的领域 说真的 只是去画画重点 做漂亮的投影片 这对系统软体一点屁用没有 系统软体呢 就是大量的实践 实践呢 反映到什么事呢 就是你要做实验啊 而且做实验还不是做一个 是大量 所以大量实验 然后呢 你要了解呢 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 你要知道 那总之呢 就是说呢 你就需要提出一些方案 那你看哦 像上图呢 对吧 像这张图 就是我们先讲 这个叫上图 你看这张图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60个直径的时候 40个直径以后呢 就发生什么 崩塌 这叫clacks 这个clacks 那其实就是什么 随着直径的数量增长呢 其实你的scapability变差了 最后这不是我们期待的 然后 因此呢 你其实需要一些方案 去改进它的scapability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来讲的话呢 从40个直径以后呢 你会发现说呢 这个 俗普呢 其实下降 仍然是下降的 但是下降幅度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显著 就是 其实是 还能接受的范围 那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就是换言之呢 它就避免了collapse 因为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程式是无法呢 因为资金区数量增长 就无止境的去提升 突破 这是不行的 因为硬底本身是有限制的 但是你看 在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去 理解这个 这个什么 理解这个相关的限制 我们去突破 那这件事就很关键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去了解到 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 这个scape 很关键 然后呢 你看这张图的话呢 就更显著了 就没看到说呢 不同的手段 其实对这个 对这个效能表现的 就不一样 你看红色的话呢 其实很快呢 就遇到什么 它的瓶颈了 对不对 就当你执行区数量是30的时候呢 你就这个 朱普呢 去拉不高了 好 反正过来说呢 你看这个蓝色 还有这个绿色的线 就是在小的时候呢 在执行区数量很少的时候 比方说在 一个两个执行区的时候呢 看不出差异 而且绿色的有可能 在一个执行区的时候呢 可能还略差 但是 随着执行区的数量增长的时候 这个变化就显出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 特别去了解这些科农的问题 然后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搭配看 这个就是Paul McKinney 在今年的演讲 就是跟大家讲 这个RCU有什么变化 注意到RCU这个东西呢 其实2002年呢 就加入Lins Kernel 然后距今呢 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 但是一直到今天为止 都还在开发 为什么 因为总是有的问题 要去解决 总是呢 开发过程中 就总是冒出一些新的题材 比方说这个Real Time 注意到Real Time 对Lins Kernel 非常之重要 绝对不是只是用在 工艺控制而已 其实包含说这个Lins 如果要用在华尔街 对你们听说 华尔街做金农 金农的操作里面呢 也跟Real Time有关 怕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观点 你可以看一个东西 叫Real Time KVN 我们这学期是显然 没法涵盖这东西的 但是Real Time KVN呢 其实是包含说 华尔街在内会有这个需求 KVN是什么 KVN是一个虚拟化的 系统虚拟化的一个基础建设 然后Real Time KVN呢 这就是把Real Time 对不对 就是它不是要快 它是要什么 行为符合预期 然后呢 尽可能去降低 非必要的这个延迟 这个是Real Time 然后再把KVN 虚拟化 碰在一起 那这东西对于 华尔街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在华尔街上面呢 有不同 应该知道吧 有不同的城市交易啦 高频交易 这些各式各样 复杂的系统 运作在这个各式各样的 这个虚拟化的主机里面 然后这里面的行为 是不是应该符合预期 对不对 因为像高频交易 高频交易做什么事 就是低买高卖 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间呢 要做的什么 时间的间隔 要做的非常的小 这样的话才有获利空间 这就是城市交易 这些高频交易的原理 就是真的很简单 就是低买高卖 但是问题是 因为你下单的时候 你这个做这个交易 必须要非常快 否则呢 你总是落后 落后的话就是 你的策略根本没办法运用 而且中间的光是这个 中间的非必要的开销 就让你的上市 你获利的机会 甚至搞后来赔钱 因为建构这样的系统 它不只是要很强的运算能力 也要很低的延迟 就是你简单说 你的这个 你的那个 网路线路直接签到那个 直接是接到那个证教所 那你要知道 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高资本的投入 但是呢 如果你有办法确保说 你的虚拟化的主机上 能够符合预期的运作 就是降低延迟 然后整个行为呢 是这样 就是能够Deterministic 可预测运作的话 这样呢 你的获利空间 就大幅的提升了 所以最好 这个东西呢 是有很强的商业驱动 最好我们今天讲的题材 都不是为什么学术 就是 如果你对我比较干净的话 就是 大家知道 我一年就写个一两篇论文这种 就是 有时候还不写论文 反正就是对我来讲 我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我只是运用学校的场合 来解决问题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呢 这过程中呢 当然就有很多的议题 要去理解 那这个 我们在之前 有跟他介绍过 这个RCU同富机制 那Paul McKinney 也有一系列 很棒的演讲 去讲这个RCU呢 在做什么 而且他每次演讲 都会回顾 Paul爷爷 每次都会回顾 而且你要去查看 Paul爷爷几岁 给一个提示 你看 我现在是一个40岁的阿伯 那Paul McKinney呢 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刚出生 所以你知道他年纪的吧 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讲了Paul爷爷 对不对 你要讲一个60岁的人 对吧 一个60岁的人 而且呢 每天写程式 而且还写书 到处做演讲 对吧 你看 就是很多台湾人 想的东西不是这样 对不对 很多台湾人想说 哎呦 30岁就不要写程式了 我就当个主管 管人就好 我不要写程式 那Paul爷爷也不是这样 他第一线开发程式 然后呢 他就总是把这个 最新的这个资讯 揭露给公众 而且你问他问题呢 他其实是 只要他有空 他就有 有关必打 对不对 很棒的 就是全新投入这个技术 他过去长期在 在IBM工作 在META工作 都是这种世界一流的公司 那我希望呢 大家在大学阶段 就有机会感受到 跟这些第一线的开发者合作 是什么感觉 总之呢 你跟这种第一线的工作 你就会思考的层面 就会更广泛 你就不会去想一些 什么53的 什么年薪有没有300万 谁跟你年薪300万 标准太低了吧 我觉得那很多台湾那个讨论 很糟糕 300万又怎样 500万又怎样 你要找矽谷的 这个矽谷 如果说你 只有拿11万年薪的话 这个是低收入户了 搞清楚 我们在探讨什么题材 而且关键地方是说 你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工程 作为一个工程人员 就是要解决问题 创造人类的福祉 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话 本该如此 总之就是说 像这个题材 就是一个对Lins Kernel 一些前瞻的议题 然后一些关键问题的去突破 当然这件事不容易 但是一旦你突破的话 就是你对Kernel的内部组成 会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不是更深刻 是非常深刻 因为你在过程中就会发现 可能就会发现 Kernel有些地方是没做好 你可以改进的 然后你可能会跟这些开发者 就是去历清相关的问题 好 然后再次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就有提供我写的这本书 然后在这个题目 我们就是引导大家去做什么事 去改进这本书 你说改进这本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跟我一起来写书 那跟我写书的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这本书 也许会被世界很多人看得到 我们等一下晚点会再讲另外一本书 是已经真的被世界很多人看到的书 所以你想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就是展现自己专业的地方 你想像我写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本 探讨Linux CPU排程器的专书 那不只是第一本 应该也是唯一的一本 就是一直到今年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专书存在 所以你看你一写的话 就是全球第一本 而且是全球唯一的一本 讲Linux排程器的专书 然后这过程中的注意到 不是只是写书而已 就是你要解决很多关键的问题 注意到关键问题 什么叫关键问题呢 就是你要了解到这些排程器的演化 然后你要对排程器很深入的自己办法 然后是修订 修计的地方 过程中一样你会找到一些 中间承受的可能的机会 像张略同学去年 去年一起跟我书 然后又是中间承受的 这件事是做得的 其实本来如此 因为困难有些东西就是写不好 增加写不好 比方说有些读解的就是写不对 有些读解码就算很奇怪 其实是错的 而且有些读解码 我们只能发现一个问题 它存在13年 对啊 他就说科农有一个霸凌 它存在13年 然后我们解说的时候 不小心就发现 我们解说的是科农很深入的 深入的去语解 去读解说这个读解码 在做什么事啊 去尝试解释 尝试去分析 最终是以一个一致的方式去展现出来 然后总之呢 这就是一个很棒棒的机会 让你去对一个这么深入的系统去探究 然后中间我们有会 提到不同的CPU排程器 像这个是我之前指导的研究生 就是去探讨说 怎么去运用一个专案叫BOR 那这个专案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去牺牲一些fairness 它完全建构在CFS的基础上 牺牲一些fairness 换取这个interactive task 这个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有些程式 比方说你的终端机 你的终端机就是一边打字 一边会有些动作 这就是属于interactive 或是说你这个网易浏览器 你点击某些按钮 那网易浏览器就必须发送一些必要的网路事件 或者说就算你完全发呆 像Facebook上 你完全发呆 但时间到他就传送新的内容给你看 就你的涂鸦墙要刷新 那你的Gmail也是类似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使用者会有这个interaction 所以我们称为这样的任务叫interactive 过去Linus Kernel一直被人们诟病的说 就是他的这个什么 只适合用在server 但是在这个人机界面上 或者说在这个桌面应用的不及格 其实不及格很多原因 其实来自Linus Kernel的属性 的确Linus Kernel在server side获得巨大成功 像在超级电脑市场里面 Linus Kernel的实战是多少 100% 然后在这个server 就是在云端运算来讲话 也是很高 基本上就是扣除掉一点点 使用到Windows在做server side来讲话 其他都是Linus 所以也是百分之九十几的实战 然后连Microsoft自己的云端主机也跑Linus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实战多精人 那如果说我们讲这个像火星 火星的作业系统的实战来讲话 Linus是什么 又是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从2012年的好奇号 火星探车号它其实就是跑Linus 那后续的火星探车号还是跑Linus 所以你看在这个火星上的实战 当然这是比较夸大的说法 然后总之就是说 Linus的确在server上获得巨大成功 但是这也限制了Linus Kernel 因为它在桌面应用其实就有它的局限 所以在这个研究来讲 这个专案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提升了整个Linus的interactiveness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的实作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说 它可以搭配像Git Debug 这样的工具 去看出它的展现 那结果就是它有办法去降低它的延迟 那最后这一部分内容也在我的书里面也存在 所以就是说你看看到说它去年研究这个内容 而且最终的内容也变成我的书本上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也会去参照一些论文 像你华文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论文 就是说我怎么去降低排腾器的延迟 那最后这个很重要 这就不只是用在DeskTank 其实巴胆斯特赛 其实也有相关的突破 那最后如果说你做这个题目的话 有可能可以拿到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公司 我不能讲 但是你知道就很大的公司 就是你一定认识的公司的赞助 它可能会赞助你做这个题材 当然你要先有成果 那总之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Linx上本来就可以做的事 你不用改到什么几千行几万行不用 其实我们真的改的话也是这个几十啊 顶多到百行 但是关键地方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现在知道定位出Linx Kernel的它的局限 然后寻求突破点 觉得这都是很关键的 那像这边就是更古老一篇文章 就是说我怎么去消除Linx排腾器 在公司会有些spike spike就是一些可能就忽然会有很长的执行时间 就是延迟时间会大幅增加 在某些时间内才会符合预期 它就要去消除 那最后这些东西不容易 因为你要对整个Linx Kernel的行为 有很深入认知 而且之后你要有一个有效方法去分析整个系统行为 比方说在perf perf来讲的话 并不是只是让你测量说执行多少指定 执行多少时间 甚至你还可以知道像这个schedule的行为 这个都是这一系列 所以你对排腾器有更深入的理解的话 其实不只桌上显音用得到 其实在server side也用得到 那我2012年跟黄烈蛇同学就一起合作 合作写书 那我现在也在跟大家一起做相关的研究 那我希望带着大家去借由Linx重新认识这个事件 而且我们现在写的专书其实不多 你可以跟他说我们列出很多专书都很夸张 距今可能都十几年 其实最近大概两年前还有Linx Kernel的专书 但是讲的题材就很广泛 有很多书就这样写的比较广泛 但是深入的题材像CPU排程器 对不起 缺乏 但没关系 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 路见不平 拿page来填 而且就是你可能很难想象 今天我们写一本书 可以直接成为这个领域少数的书籍 就是你可能真的很难想象说 Linx Kernel那么多开发者 那么多人在用 但是对不起 专门探讨Linx Kernel的书没几本 其中有一本就是老子我在编的 你们听起来很夸张 但是这就是Linx Kernel的现况 那我们就逆向操作 既然写书的人那么少 我们就一起来写书 然后你就在领域表上面写很好 就很简单 就写 one of the well-known open book 就是one of the open one of the well-known Linx e-book 这个写的东西多酷啊 你就是共同 共同变贡献者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这就是一样的图后口 然后我们跟开发文化基金会 也合作 那就是 抱歉 因为我这个 我们本来要公布那个 就是让这本书有一个订阅的模式 不过抱歉 我觉得我们写书严重落后 所以落后到 落后到今年才有办公出于事 不过没心 终究会公布了 而且你参加这门课 就看到我的草稿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250多页 那我一期还要再补一些关键内容 补到大概可能还要再补个二三十页吧 不过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步伐 至今为止还是全球唯一 不只是最早 而且是唯一的探讨令词排成机的专书 然后也欢迎你一起来协作 就是就算你不做这个题目的话 不做这个情络专题的话 就是欢迎来 就是帮我们阅读 那你中间遇到困难的话 把问题记下来 然后这个英语数学我还在学习 就是注意到这不是谦虚话 就是我写书才发现英语数学很难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因为英语数学导致你的阅读障碍的话 请你告诉我 然后也欢迎一起来做 你也可以帮我改进一些图片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图片都是相量的图 就是伸展的时候 可以保持原本的样貌 而不是点证图 点证图放大的时候 可能就是一个方块 而且如果说你可以跟我们谈到一些赞助 例如说贵公司 或者说你有办法接触到的公司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棒 就是跟我们介绍说 这本书可能对某些企业 在意Linux Kernel的企业有些帮助 那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些 专门的一个赞助方案 好了 总之就是说 这里面应该可以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 这个关掉 之后把它更新一下 就是像去年 像去年同学就是去研读这个书 然后研读这个书 然后讲出他中间做了什么事 然后你注意到 棍中就是有些题材 总是有些 你看底下就写 总是有些题材 发什么patch 他看了程式码 发现有东西可以改 然后跟开发者合作 然后像另外一个同学 就是去研究另外一个排行器 叫B&Q 他也是在另一个核心上 另外的开发者开发的 然后他中间就是去研读他中间的行为 然后去分析他到底做什么事 然后你看 他就找出原本有写错 对不对 然后没关系 发现哪里错呢 就去改进 尝试去贡献 然后去探讨他里面的原理 这个题目 我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做这个题目 然后那总之就说 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展现你专业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去年也有同学 有同学做什么事 就是去开发一个虚拟的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的装置取消程式 那他在去年 去年的一个 去年Costcap上也有发表相关的成果 那这个砖一开始 他就是一个500行 但是他是真的能用的东西 他是真的能用的一个Wi-Fi的driver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了解到Linux Kernel的 这个无线网络框架 叫CFG8021 那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Linux Kernel 是所有作业系统里面 很早期就支援 无线网络的技术的作业系统 就是其实这件事 但是像Windows来讲话 其实还落后Linux 就是注意到我不是对Microsoft Windows 有什么比赐的 而是说Linux Kernel在1997年以前 就有对无线网络的有完整的支援 但Windows因为考虑到相容性 考虑到整个系统的一致性的问题 其实Linux Kernel Windows的无线网络 其实要拖到比较慢 才变成作业系统的一部分 然后也因为很多厂商 它会在Linux上去验证 Wi-Fi相关的技术 所以导致Linux的Wi-Fi技术 其实演化很快 后来尤其是Android Android你知道就是 它其实底层就是Linux 也因为Android出现了 让这些Linux的装置 在消费性的产品 有很大的渗透 Android其实已经有什么 我已经不知道多少装置了 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说超过70亿台装置 从2019年到现在 2009年到现在 十几年的时间 有70亿个内建Android Linux的装置在运作 注意到这个 我不确定那个数据 是真的假的 那都顾学相信 就是你看到70亿装置 然后其中里面 如果是Android的话 都会有Wi-Fi 然后你看 你可以看到说 像Google也好 联发科也好 或是Riotech也好 还有高通 这些公司 其实都有Wi-Fi的需求 在这个题材来讲 就是一个很好的 理解这个Linux Wi-Fi架构的机会 因为你不是只有看 你是真的动手 去写出一个完整的装置 去用程式 而且它是能用的 然后我觉得过程中 它是有实际目的的 比方说 你可以让两个虚拟机器 可以建立一个 无线网路的连线环境 注意到这很重要 因为过去 你在虚拟机器上 你可能只能使用Docker Docker会建立一个特制的网路装置 假如你看 就是像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电脑上 用执行Docker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像画面中这种 什么这个 Virt Bridge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装置 然后 或者像这个Docker Docker只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装置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说 它毕竟它就是 一个 一个 这样一个普通的网路装置 但是我可能会需要说 在虚拟环境时中 去模拟 模拟一个Wi-Fi的装置 因为你的城市 可能是一个人机界面 你应该 可能不难理解吧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有一个 需要一个环境 测试你的Android系统 而且同时间测试 很多个Android系统 那有个虚拟的 无线网路就很 帮助就很大 而且你可以依据你的情境 比方说你需要很多 Access Points 就是你以前在你的 平常的电脑 平常的电脑环境 比方说你的工作场合 或者你的住家里面 顶多就几十台 Access Points 但是有了虚拟的 无线网路的话 很棒的地方是 你要几百台都可以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只是一个设定而已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几年 就是花一些时间 跟大家去介绍 对中间还会有些 可爱的数学 怎么去做出一个 做出一个平滑的曲线 对你看到这门课是 很多地方用得到数学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这边就是一个 一样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让大家 从一个几百行的城市 当然现在已经比较大了 现在大概一千行的城市 但是还是一个具体而为 就是因为 如果你要去看 同类型的城市 大概是三万行 但是我们大概一千行 就算不是我们写城市 比较高端 我们就做到刚刚好功能 刚好让你了解到 怎么去支援 刚刚提到CFG8021 这样的一个框架 然后在上面就可以去做 扫描连线还有离线 甚至做到虚拟机器之间 建立虚拟的Wi-Fi装置 然后相互通讯 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很酷 叫Vcam Vcam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建立一个虚拟的摄影机装置 这个装置就想说 它就是一个Webcam 那就是说 它独立在你原本的Webcam上面存在 然后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去了解Linux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Video for Linux 你可以去找联发科 你可以去找高通 Google这些公司的职缺 然后你其实不难发现 跟多媒体有关的工作 都会有V4L出现 不信的话你自己找 Google Career 就让我们这门课 很在意各位的出入 没有各位同学过得好 我想才会有办法创造增加循环 你说我们这个捐款怎么来的 我们的捐款其实 其实很多都来自毕业生 毕业生觉得说 应该来帮帮学弟学妹 所以有些同学 像有个同学让我很感动 他就是到联发科工作了 他就把第一个月的薪水捐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切都达标了 注意到我刚刚捐款那个东西 没有特别去广告了 大概就跟上课的时候 稍微提一提 但是有同学就放在心里 这我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你看哦 就是这个网站笨笨的 以前可以找关键字 但是就是现在 我看一下 V4L 应该可以找 我可以用Google搜索吧 V4L2 这样吧 好 例如说呢 你在Google 呃呃呃呃呃呃呃 为什么搞到 该不得直接有些关掉了吧 大家想想 说在哪 不对啊 前进才看到啊 好啦 奇怪 如果是這樣改的,Google網站就是比較奇怪 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去找,應該可以找到一些直缺 就跟Video4Linus有關的,像這種 總之就是說,其實只要有這方面的需求 只要有多媒體的需求,其實就少不了這個V4II 在這個任務裡面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去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裝置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但是你可能可以了解到FrameBuffer 就是你怎麼從顯示裝置 然後可以由Linus去配置一個空間 輸出畫面,對不對? 你不要小開這件事,輸出畫面這件事不容易 因為這過程中會涉及到Buffer的處理 這是什麼Double Buffer,還有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當然V4II更沒有講,它是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然後像這邊來講的話 裡面也需要一點影像處理的專業 像這邊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到這個影像處理專業 因為你建立一個webcam,對不對? 所以在webcam就可以動手腳 注意到你不需要什麼神奇的濾鏡的 你可以原始輸入就是有濾鏡的 酷吧! 就是說你想一件事就是現在跟你講話的是一個死宅男 你覺得很難看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建立一個裝置 而且裝置不需要應用程式的介入 直接刻在那邊做濾鏡 把我修圖修得像楊朝偉一樣 所以這不是多遙遠事 你在這個專案就有機會做得到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結合你過去的認知 所以如果說你對影像處理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加入Google,加入聯發客,加入聯友這些公司的話 這個題目太棒了,就是很好的機會 然後像這個,還有很多要去改進效率 然後改進處理方式的 然後像去年也有同學持續去改進這個程式 也可以教大家看 最終我們都會成為這方面的 就是我們希望最終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素材 讓大家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過程中就需要解決很多關鍵問題 比方說你支援Video4Linux這樣的框架 你怎麼確保我們支援Video4Linux的框架 是不是正確的運作 最重要這件事不容易 所以你要過一些什麼 過一些所謂的Comprise Test 像這個 像去年的同學就花很多力氣去解決 過程中遇到Comprise Test的困難 然後要解決一些像Color Space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又可以把重新學習影像處理 當然如果說你以前已經學過影像處理 這是最好 沒學過也沒關係 反正缺什麼不是 這是我一直強調的東西 起點是什麼是一回事 那關鍵地方是你能不能學到東西 然後以這個專案來講的話 它的需要的背景值就還蠻多的 但是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幫大家整理好了 這邊來講話你會知道 從RGB到YUV 為什麼用YUV呢 因為人對彩度是比較重視的 但是人對明亮度沒那麼重視 然後這就會導致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你看 Y-Plane還有U-Plane跟V-Plane 各式不同的顏色 所以在Video4Lins的框架裡面 就會涉及到相關的轉換 此外還會有剛剛提到像DMA 像我們之前上課有提到DMA Buffer 後續的課程還會提到 就是說我怎麼有效去處理 因為如果說我需要頻繁的 從User Space跟Cerminal Space 相互搬動資料的話 這樣的效率是很差的 我想大家在寫Fibonacci Driver的時候 就感受到這個東西的衝擊 然後你想現在的影像處理 動輒都是什麼 動輒都是好幾MB 你看你拍一張照片對不對 你用你的Android手機 用iPhone拍一張照片 在有壓縮的狀況下 依舊可能需要8MB 所以你想想看原始資料要多大的空間 因此我們不可能是大量的資料複製 我們就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ZEO Copy ZEO Copy並不是完全不Copy什麼東西 而是說我們在處理原始的影像 要處理原始資料 比方說我從CAMERA的資料要傳遞到GPU 那這過程中是完全不需要CPU的介入下 可以用DMA 然後可以透過相關的機制 確保說這個資料就可以從CAMERA到GPU 使用同一個空間 注意到這件事不容易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有可能失敗 做這件事有可能很多同步的問題要處理 但是在坑洞裡面就有一系列機制去解決 我們在Virtual Camera這個題材裡面就看得到 所以這是一個很完整的題目 原始上你這個題目做得好的話 剛才講的那幾家公司你應該進得去 就是Google、Intel、聯發哥來聯勇 如果你去不了的話跟我講 表示我們需要通知一下 因為有些主管他對各位沒那麼大期待 即便是很多公司人事凍結 只要你突破點夠明確的話 其實還是有機會 人事凍結並不是完全不招募人 人事凍結只是說他招募人的過程會減緩 但是因為人總是會有人出去 所以你總是有機會的 只是說你可能沒辦法當下立刻進去 但是公司可以跟你談 最關鍵是公司知道的 你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像這個題材就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讓你了解到其實在Linux來講 Video for Linux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題材 換言之就是在一個相對短的時間內 理解了一個很複雜的題材 過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它的一些操作 最愛這個操作 File Operation 跟你之前在Fibonacci的時候 看Virtual Fire System 其實風格像 你可以像說在裡面也有坑洞 也有物件導向 大家對面聽說 Linux坑洞裡面就是有物件導向思維 此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在坑洞裡面我會分不同的層次 在不同層次裡面的裝置 跟應用程式的介面怎麼去運作 然後在過程中 一些通知機制 像剛剛講DMA DMA在做資料的處理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CPU的介入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從裝置 搬資料搬到CPU 再從CPU搬資料搬到裝置上 而是可以直接裝置對裝置的傳輸 這件事其實對於CPU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過程中有可能會失敗 而且過程中 CPU其實要知道它重點行為 而且像現在處理的資料量很大 所以過程中如果有一些 過程中有可能有些同步問題要繼續解決 總之在過程中 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方式 當然這個題目顯然就是你需要多一點 就是你需要告訴我一些承諾 承諾就是你一週可以花多少時間在這上面 你才會有產出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事情 休息一下 我們剛才提到的VirtualCam 這個專案叫VCam 然後這個問題中 你就會理解到Linx Kernel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框架 注意到這樣的框架其實多的是 所以這東西在Linx Kernel有大量的框架 而且大量的物件導向 這個我們之後課程也有對應的教材 請你了解到就是 只要是足夠複雜的系統 其實都可以見到 不管是物件導向 甚至有什麼Functional Program 其實都可能會看得到 我覺得在台灣的環境 農藝就是擺一個小東西 然後講得很深 其實還好啦 就是沒有必要去 就是我覺得在台灣很容易就是吹捧什麼東西 吹捧完發現它沒那麼厲害 就把它跌落神壇 對我們就是我們在台灣 就有多到什麼什麼什麼神 所以是摘本橋唐鋒都會被推成神 然後過那時候就會有人 怎麼看他們跌落神壇 其實我覺得大可不用這樣子 因為就是不同面向 那做一個工程人員 我們應該是要在意地方是 我們怎麼解決問題 然後要確認說我們解決問題 本身有沒有深入 然後有沒有它是不是關鍵問題 對吧 就是我們工程師真的可以做的是很多 然後 但是真的沒有必要在一些什麼 一直在吹 花力氣在這種吹捧上 那反過來說你在台灣很容易就是 看不到什麼本質 看到這種東吹西吹的東西 其實就很不好 好 回來 那這個題材在做什麼 就是這個題材裡面 我們就講Linus系統虛擬化 主要虛擬化 其實有分 主要分兩種層級的虛擬化 就是兩種形態的虛擬化 一個是Process Process-Aliable的規矩 像Java Java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用Java寫出來的程式可以在Windows上 可以在Linus上 可以在Makeover上 甚至在某些裝置上 都可以先入式裝置上 可以運作 那這樣的一個場景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Process-Aliable 然後另外一種場景就是一個系統的虛擬化 例如說你可以在Windows上安裝yearware 然後這時候可以做什麼來執行Linus 或者你執行的一個WSL Windows就是WL VSubsystem for Linux 就是WSL 這個就可以在Windows上安裝Linus 注意到Microsoft現在顯然它也是Linus kernel的貢獻者 重要貢獻者之一 然後在這上面你看 就是有個虛擬化 虛擬化技術 這種虛擬化技術 我們就稱為叫做System Virtualization System Virtual Machine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邊在意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System Virtual Machine 在Linus kernel裡面內建一個虛擬機器的基礎建設叫KVM 所以KVM其實它不是一個單獨的一個虛擬機器 雖然有一個執行檔的確叫KVM 但是它本質上還是一個框架 然後這個框架剛好可以發揮硬體的虛擬化資源 像Intel也好、MD也好 其實在相對新的 你說到底多新 其實如果說你現在是二十幾歲 就是你現在買的電腦都有 我們講的相對新是說2006年這種東西 但是你起來知道吧 很多同學是2006年以後才開始碰電腦 所以你每天用的電腦都有 這些虛擬化很好 很關鍵 虛擬化我們會分成系統虛擬化會翻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就是指定層級的虛擬化 第二個層級是記憶體虛擬化 第三個是裝置虛擬化 然後KVM這三個層級都有包含 其中第一個層級就是搭配硬體的虛擬化的資源 然後它可以很有效率 然後一旦搭配剛剛講的機體虛擬化還有裝置虛擬化 那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在Linux上 執行若干個不同的虛擬機器 那這個意義是很重大的 例如說在那個 你可能知道就是 Adam上有一個很重要的服務叫Lambda Lambda 然後這個Lambda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 AdoE 就跟以前學那個計算理論 學程式員會看到這個Lambda 就那個字 這個Lambda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它是這幾年很知名的模式叫做Servilis 就是翻譯成中文叫無伺服器 注意到Servilis不是沒有伺服器 Servilis其實還是有伺服器的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翻譯不好 就是你把Servilis翻譯成無伺服器 會讓人覺得沒有伺服器 不是 而是說你不用去管伺服器在幹嘛 所以你要想 其實Servilis並不是沒有伺服器 而是一堆伺服器 只是說這些伺服器你不用特別去想說 這個伺服器個別來做什麼事 Lambda的想法就是說 你會有伺服器專門在做Lambda 你會有伺服器專門做連線 或是做機器跟機器之間的通訊 所以它其實是著重在讓你把功能拆開來 所以我們把這件事就稱為 Network Function 就是說我把這些功能 注意到這個Function不是韓式庫那個Function 也不是數學上的韓式 還是功能 就是說它把網路功能拆開成 若干不同的服務 這樣的東西我稱為叫FaaS Function as a Service 總之這上面其實都需要執行Linux 而且是執行好多好多Linux 你大概發現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裡 不要回憶 這個意義就是背後都是什麼 背後其實就是KVN 運用Linux的KVN這個虛擬化建設 然後Adams開發一個東西叫Firecracker 它可以做什麼事呢 它可以在一台機器上 執行若干的 若干應該說很多個虛擬機器 然後它的機體開銷 它的啟動時間很短 注意到這個東西非常關鍵 因為我就可以啟動一堆服務 那就算一個服務被打掛了 然後沒關係很快再開一個服務就好 因為以前是完整服務的時候 你要重啟一個服務系統 其實時間很長 而且你要管理整個系統就成本高 那反規說你今天把這些功能拆開來的話 就算有某一台主機壞掉了 很快重新啟動 或者說很快把它移轉到其他的功能去 其他的網路功能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這背後就是KVN 有沒有看到做這個題目有什麼好處呢 說這種題目你就有機會拿到門票 什麼沒有 就是那些雲端公司的那個門票 因為你要解決問題就跟Adops解決問題 跟Google跟Intel跟Microsoft 要解決問題是同樣等級的 然後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對不對 對快來做吧 所以這個題目就很棒 而且我們一樣貫徹我們的風格 就是一個具體而為 就是我們這個程式碼 我們給大家一個專案叫做KVN Host 這個程式碼很小 就是一千多行 但是一千多行呢 它就是能夠執行完整的Linus 酷吧 而且它的效率依舊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 就是很多商用的這個虛擬機器 它是幾十萬行 但是我們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千多行 這就是我們這門課的風格 我們會寫很多這樣的一個程式 當然這個裡面很多呢 就來自歷屆同學的貢獻 這個很棒 所以這也讓我們的課變得很 很有特色 就是 不只是我們這種課 不只是全台灣唯一在探討Linus 最新核心技術的那個課程 放遠全球呢其實也不多 有時候也不是好事啊 比方說我們貝克很辛苦 貝克就是要把東西重新做一次 不過這件事我覺得很值得 我也願意跟大家一起合作 那你看到這邊就是講這個 Hyperwise 在做什麼事啊 那KVN呢就是一個 讓Linus的核心 掛入KVN的Kerno Module之後呢 它成為一個虛擬機器的基礎建設 然後 這裡面呢就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請你搭配看一看 那簡單就是說呢 在這樣一個架構下呢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事了 我就可以運用這個KVN Host 去啟動Linus 那過程中你就會對Linus有更深入的解 因為以前Linus你只是用裡面的操作 對吧 那你到Fibonacci Driver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Kerno開機開很久了 但是 在這個專案裡面 你就可以了解 從Linus的開機開始看 而且呢在我們今年呢 我們可能會依據同學的狀況 設定不同題目 比方說我們就可能在挑戰 能不能做到像Firecracker一樣 快速啟動一堆Linus的Instance 主要這件事做得到 而且呢 而且呢 其實不用很多行程式嘛 就做得到 那過程中呢 你不只了解到Linus核心的啟動啦 那你可以了解到的 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運作機制啦 然後那相關的一些周邊 你可以理解 最重要的是呢 這個東西是 顯學的嘛 顯學中的顯學 那例如呢 那在去年呢 有同學呢 就是去做這個題目 然後呢 做了什麼題目呢 就是我們就會介紹另外一個東西 叫WetIO 那最後這個WetIO的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好多公司一起貢獻的 像這個Rayhack Rayhack 大家知道就是 之前IBM併購Rayhack 那 所以IBM就變成新的Rayhack 對你沒有聽錯 就是Rayhack 是一個專注在做Linus技術的公司 對吧 這你可能聽過 然後呢 IBM 收購Rayhack之後呢 IBM是一個百年老店 對不對 就是存在一個這個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 也不真正有100 就是 它真正在做大型電腦 是上個世界的事情 但是就 整體來講 你可以想像它 一個百年老店 然後 然後呢 IBM呢 在18年 正式收購了這個 IBM 不是 IBM正式收購Rayhack 然後這是很好 很有趣的地方是 IBM之所以要收購Rayhack 是把Rayhack的這個Linus技術 把Rayhack的這個產品的走向 還有它的獲利方式呢 成為IBM新的方向 所以 評論家 注意到都不是說講的 很多評論家就會講說 IBM收購Rayhack 就是為了成為新的Rayhack 然後反過來說呢 IBM原有的事業群 像一些這個 跟政府的標案什麼的 就獨立出另外一家公司 專門做這種標案 然後總之就是說呢 你要知道就是 Water-IO就是來自Rayhack 來自IBM的貢獻 但是過程中呢 也有了嘛 也有Intel 也有Arm 還有Microsoft 對 你不要聽說 VNware也有 為什麼呢 因為Microsoft跟VNware 都有自己的虛擬化 虛擬機器 對不對 Microsoft的虛擬機器 叫做Hyper-V 那VNware呢 就是那一系列 一系列的虛擬機器 那你看喔 這上面都有 執行Linus的需求 好 然後呢 這個Water-IO的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 橫跨不同的虛擬機器 好 例如說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 今天要做的東西叫做 GPU虛擬化 你想 GPU虛擬化在做什麼事 你想啊 我今天有一台電腦 那我一台電腦上的 執行Linus 好 或者執行的VNware 的那個 Hyper-Visor 那總之呢 就是我會去存取到GPU 那可是呢 我要做GPU的虛擬化 就意味著說 我要開啟很多的 Guest OS 那當然 Guest OS 可能還是Linus 就是開啟好多的Linus 存取到同一個GPU 所以你看 以前呢 是一個Linus作業系統 存取到一個GPU 對吧 一對一的關係 那現在變成說 好多個Linus 存取到同一個硬體 對吧 這叫做 GPU Virtualization 那這4B呢 就要有一個機制呢 去做支援的協調 溝通 對吧 然後呢 這個協調溝通的機制呢 就稱為叫WITIO 那最愛這個東西 一直在往前進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很多公司的影子 有什麼Rehe Rehe當然是主導地位 但是剛剛講的 Intel Armata 其實都有陸續有做這些貢獻 然後不然說 Yamashin 還有VNware 他們其實都有相關的諮詢 然後呢 現在有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只要你的系統支援WITIO 只要你的系統有支援WITIO 像什麼 Discord就有支援 然後呢 我就可以在虛擬機器上 打開相關的支援 這時候你可以做什麼事呢 你就可以很快去寫出一個 網路裝置的去用程式 你可以很快寫出一個 檔案系統的去用程式 所以以前要開發一個 一個裝置去用程式很麻煩的 然後你要了解硬體 但是現在有WITIO之後呢 你只要能夠了解它的 通訊協定 你只要了解它的行為 你就可以很快去建構一個 一個 這方面的裝置 那最後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今年有預計在這方面去擴展 就是我們去年已經可以 可以掛載檔案系統的 EST phone 所以看到我們在去年的話 已經在上面建構了檔案系統 那預計今年就會在上面去 啟動網路功能 所以你就可以用自己撰寫的Cabin Host 一個具體而為的虛擬機器 在上面執行Linus 拿來上網 而且上網的速度 一就是令人滿意的 然後注意到整件事只要一兩千行 有沒有覺得很酷吧對不對 你看我都 我若是學生我就覺得 哇這個可以寫在鋁錶上面 我開發一個什麼 不輸給商業產品的虛擬機器 運用Linus Cabin的架構 然後可以達到什麼 達到這個 這個 同等級的VMware多少 80%的效果 聽起來這麼厲害的話 但是只成什麼 只有人家的什麼 人家的幾百分之一 對吧 這是可以寫的 然後這 我有專門開一門課 就是 潘里不知道 我就專門開一門課 就教你怎麼 怎麼在科技公司面試 最重要科技公司面試不是指刷利扣益 是真的呢 你是要去規劃 包括說你自己的這個 的技能 其實需要包裝 需要包裝 就是像剛才講那個 就是包裝 然後 雖然這件事呢 跟 高等教育 大家平常接觸到高等教育 可能有些落差 很少有教授會叫你包裝 其實 其實很多教授自己在跟國家要錢 都會包裝 但是又叫學生不要包裝 你們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跟國家要錢的時候就是 講一堆天花亂醉的東西 但是在學生面前 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說法 那我覺得我不想要這樣 然後 總之就是說呢 我希望你做這些題目 能夠學到東西 而且呢 可以為你爭取到更好的機會 你才有機會持續去投入 很多同學都跟我說 哎呀 怎麼 說我好想要學這門課啊 對不對 但是呢 就跟我講一句段式啦 反正我每學期開學的時候 跟每學期結束的時候 都會收到很多訊息 哎呀 真的回這些訊息都回不完 有時候回的真的很難過啦 就跟我說 什麼中年轉職的啦 然後什麼家裡 遇到什麼變故啦 我光看那個 看那個描述都看不完 就很多人會寫那個訊息 我寫的 有一個最誇張 他寄給我Gmail裡面 我捲了七頁 然後才看完他在長什麼鳥 那我最後只能同情他 因為這種程度 也不知道怎麼幫他啦 但是呢 各位同學不一樣對不對 各位同學呢 你的青春才剛開始 就是真的專業才更要開始 而且呢 你現在做很多事呢 可以一邊包裝自己 一邊做扎實的東西 就是對外呢 要講得比較 比較廣泛的時候 比較 比較吸引人的時候 我會教你一套說法 然後呢 但是呢 你帶這門課 就是成熟明智 不懂就是不懂 好 然後 這個題目呢 所以你看到 這個題目呢 是什麼 剛才提起一條了 就是門票 進入這些厲害公司的門票 當然過程中 有很多東西要管 就是這裡面就是 一樣 就是需要 瞭解很多東西啦 但是呢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 因為你就是 你就知道說 我們應該拿 運用Linus坑爐來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呢 所以這個過程中呢 你就可以了解到 像他講 Wint.io啦 還有這個KBn的API 此外呢 甚至可以發現什麼呢 甚至可以發現說 有些公司 比方說Quackan Quackan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很有趣 你說這個字好奇怪 這個專案是 這個字是什麼 這個叫做 Gunia 不是Gunia Gu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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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ia是什麼呢 就是澳洲的原住民的小屋 叫Gunia 然後這個是 Quackan 就有一個 它叫做QUIC Quackan Innovation Center QU QUIC 那QUIC裡面呢 就有一個專案 它建一個 這樣的一個虛擬機器 然後這個虛擬機器 挺有趣的 它是針對 暗的機器 特別去開發 它的訴求就是一個很精簡 精簡有效的一個虛擬機器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開發的紀錄 可以看得出一個虛擬機器要怎麼去開發 然後注意到因為這樣的需求 其實這樣的需求不算少 注意到其實有很多公司都有開發自己的虛擬機器 Intel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Microsoft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Google也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Facebook呢 Meta有沒有 沒有 也有 但是我不確定公開的名稱叫什麼 所以我就跟你調 就是抱歉好幾 就是因為公開的地方 不能講太明白 但是Meta也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亞馬遜也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這邊 阿里巴巴也有 阿里巴巴那個你可以去找公開的 他們也有自己的虛擬機器 總之就是說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 沒有看到 也看到我了 對不對 為什麼特別跟你講 其實都有貢獻的機會 所以這個題材最主要是做KVN 但是如果你剛好對這個專頁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做 注意到 這兩者不同 我們把KVN叫Type2 Type2就是說 我先啟動一個作業系統 比方Linus或Windows 在這次上再啟動其他虛擬機器 所以它的行為是說 我先有一個硬體 然後上面有一個作業系統 上面再有一個若干的虛擬機器 這叫Type2 那Type1是什麼呢 Type1像這個 像這個Garnier Garnier就是 它就是直接 虛擬機器直接運作在硬體之上 也就是用Garnier Hyperweiser 去載入其他的作業系統 比方說Linus Android 或是Windows 那為什麼QIC要去發展這樣的專案呢? 因為他們需要一個 又小又快又安全的一個虛擬機器 因為現在 因為裝置的運算能力很強 所以對他們講 他們在意的地方是 運算能力那麼強 能不能去多運作幾個關鍵的操作 比方說有的程式是做安全的檢查 有的系統是載入同個時間去啟動不同的服務 比方說我以前有個演講 叫做 Virtualization for Mobile Device 我快忘記我在寫什麼東西 發現了 因為那是十幾年前的標題 這個 Vir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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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 我09年有一個演講 你在CostCup可以看到一些錄影 然後還有一個跟它相關的事情 應該是這個 Virtualization 那這個是我之前在眾議院的演講 就是講說 因為我那時候在 就是我那時候剛好幫一家公司 做虛擬化 然後後來賣給NVIDIA 然後 我們就把相關的事情整理起來 你可以看到說 注意到虛擬化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層面 運用在裝置上就是其中一個迴環 而且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後來 NVIDIA 後來買下這個團隊 我帶了那個團隊 然後 我們傳統做Server的 Server的虛擬化 重視什麼 我們做 Server的虛擬化 就是去想說 我要怎麼去做Live Migration 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系統 系統運作 系統運作 系統運作的話 我可能會這樣 會有那種 我們需要做到 跨越機器之間的 負載平衡 像很多時候 像那種 訂票網站 對不對 你看想就是訂票吧 周杰倫 魔力宏 還有什麼 最近那個時候 Blackpink 對不對 像這些團隊 團體 他們的影響力很大 搜尋人比起來 就好像小咖 搜尋人不錯 但是跟Blackpink 影響力又不一樣 總之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意地方就是說 這些Server 其實你看 訂票其實忙的時候很忙 不忙的時候就是很空閒 所以過去人們在意地方是說 像這種一天捕魚十天曬網 我其實就不需要那麼多機器 所以你看 像那個訂票的話 或是一些高負載的服務 它往往只有某幾天是高負載 所以人們在意地方是說 能不能先把這些虛擬器建起來 一旦高負載的時候 把這個虛擬器搬到什麼 真正的主機上 所以一開始 它就是 它在一台主機上 執行若干的虛擬機器 然後這個虛擬機器 的instance 會依據需求 migrate到一個真實的機器上 然後去 這我們稱為叫Server consultation 就是說 我們去鞏固 鞏固這個Server的能力 但是從十幾年前 這整件事有很大的改觀 我不能跟你講 它太細緻的商業情境 因為我也簽了一些NDA 所以我必須 注意一下這份簡報其實很舊 但是因為我簽了那些 簽了那些NDA之前寫的 你會發現我在某個時期 寫很多投影片 但是後來就不太寫 有一些原因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因為簽了一些NDA 簽了NDA 可以換取一些被公司包養的機會 所以我就可以來追求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不是壞事 就比較困擾 像我交linus 就很大困擾 你要想 我2012年 我就到學校教書了 可是我一直到2019年 才能夠交linus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 我的保密合約才過期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很多東西 我沒有辦法很明確跟你講 但是為什麼你需要 對簽錄師或是手機 這種移動裝置上面 執行訊話 可以分成三個方式來 三種類型來說明 一種是像這個 像這個 我手上有一台 裡面就跑展訊的處理器 像展訊的處理器 就是 你可能很難想像 展訊它現在是 全世界最大的二機 手機的晶片供應商 對 沒有聽說 二機 就是GSN那個二機 然後 因為聯發客已經退出 這個二機的市場 就是基本上都退出了 還有一些零星星服務的服務 但是就是 原則上全世界最大的 二機的手機的市場 是展訊 然後 世上聯發客 也陸續退出了三機的市場 所以這個 市場的空缺是來填補 也是展訊 展瑞 就是瑞迪克跟展訊 然後 紫光展瑞 對 它全名叫紫光展瑞 就是紫光集團的 然後紫光展瑞 它雖然佔據了 二機跟三機的市場 就是因為 聯發客浪出來的空間 但是 這個成本 是很嚴苛的 也就是說 雖然紫光展瑞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二機的手機晶片公司 也是在三機的 非常有影響力的 就市佔很大的公司 但是它的成本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毛利 我不能跟你講它的毛利 因為我應該也簽了一些東西 但是它的毛利 跟聯發客比起來 就差很多 這個是公開訊息 自己可以去查 它的毛利 然後 所以 對於 紫光展瑞來講 它們降低成本 有很大的需求 那以前 如果你要運作Android的話 你其實需要兩顆處理器 一顆處理器 拿來執行 一個處理器拿來執行 執行 Baseband Possessor 就是跟 數據通訊有關的部分 你的Modern 那你的二機也好 三機的Stack 那你可能需要一個處理器 然後 Linus Android 或是其他作業系統 在執行在另外一個處理器 所以 以前一隻手機至少要 兩顆處理器 然後 因為成本很關鍵 所以後來就有個想法 能把BasebandPossessor 就是執行Modern的程式 跟執行 通用的作業系統 像Linus Windows 這樣的作業系統 把它用在同一個處理器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這個東西 真的可以做 就是把這個BasebandPossessor 跟BasebandPossessor 做在一起 這個做得最好的公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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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展瑞 然後 具體的技術細節 抱歉 我沒有要告訴你 就是 到底它多成功 我不能告訴你 但是這個東西就 術以異計 術以若干個億來算的 然後 這個東西 就是有它的 需求面 因為它就可以 省處理器 其實省處理器 沒辦法省太多錢 但是因為它的 只要 能夠降低一個處理器 那個量 放大之後 就可以 回應到它的 對營收會有幫助 另外的情境 就是像 Google Facebook 不是 Google也好啦 他們在做的 就是 OS isolation 就是說 你可能一個 裝置上 可能有 通用的作業系統 像Android這樣 通用作業系統 但是也會有專門 另外一個是做特定用途的 比方說專門在做支付 就是做 線上付款 或者說做一些DRM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總之它需要另外一個 獨立的作業系統 專門去做這些指紋辨識 包括iPhone iPhone也有 iPhone為了真的是 還剩下來弄個晶片 就是 你用iPhone的話 你的指紋其實 不是存在iOS裡面 而是說 它存在另外一個獨立的作業系統上面 這個作業系統 跟iOS 會溝通 所以 就算你的iOS 遇到攻擊的話 你不至於你的那些指紋會 泄漏出去 然後 總之 這件東西都是虛擬化的一個場景 然後 像Intel 他們又花更多力氣去解決 像車用電子的一些虛擬化 總之就是中間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好 然後 然後 我希望大家在急早 不然說 後續的課程我也會講這件事 就講虛擬化 反正我希望 當大家了解到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跟你我脫不了 就是無法忽略的 與其 你之後才學 不如現在就接觸 好 總之這個題目是一樣 很有挑戰的 然後 應該說做得好應該就可以拿到off了 就是如果你都完成目標的話 就是 我們就一起來 讓你可以獲得必要的關注 然後 及早拿到off 就這樣 這個 請你不要說我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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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 我想這個就是關鍵 我們要怎麼讓各位的專業有 能夠永續的發展 就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場合 好 然後再來是SimpleFS SimpleFS這個東西 是這個 我們從 三年前 四年前 三年前四年前開始 就開發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呢 就是秉持前面講的 就是具體而為 就是我們希望的 我們跟大家探討的東西 就是一個小的 從一個小的 但是呢 又有關鍵特徵涵蓋一點 好 然後這個檔案系統呢 大概只有1000多行 就是這個 很努力寫 把它寫成只有1000多行 但是該有的東西是有的 就是檔案啊 目目處理 然後那個權限 並行處理 都有 設立到 但是有些地方有些Bug 就要這個 這個就不是故意的 就是在寫的時候 真的就是 你懂嗎 真的要寫這些題目 其實挺累的 被課被證 很麻煩 因為很多課程 它就是 它就是畫畫投影片吧 就是畫個投影片 然後把那些示意圖畫一畫 我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大家就是 真的可以 動手 Hands on 去解決問題 知道坑洞怎麼運作 然後交付一個 具體有為的系統 因為這東西寫在履語表 是剛剛好的 你在學的階段 如果可以交付這東西 是真的很棒 好 那總之呢 就是它就是一個 這樣一個檔案系統 然後這個檔案系統呢 的做法多 其實寫 在電子上寫檔案系統 其實也不見得 一定要對坑洞很熟 其實有個東西叫Fuse 叫做File System in User Space 顧名師就是說 你可以在User Space寫一個檔案系統 它是一個框架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這個框架呢 不只在Linux可以用 FreeBSD OpenBSD NetBSD MacOS 還有Windows 都可以使用 酷吧 然後 這個東西呢 它的原理呢 也異常的單純 就是說呢 它其實是 還是有坑洞專門的 只是說坑洞專門 就專門的跟這個 坑洞溝通 以Linux來講話呢 它就是 它的Fuse 這個坑洞 module 就會去跟VFS溝通 它在User Space 就開通一個介面 那這個介面呢 就會跟Fuse溝通 這件事有沒有跟你Fibonacci 專門很像對不對 其實就是類似的想法 就是 User Space 只要專心使用Fuse User Space Library就可以了 那這個最大好處就是 你甚至可以用不同的程式語言 然後呢 你也不用很了解 作為系統運作 然後你寫出來的檔案系統 就可以在Windows Makeaway 在Android上面可以運作 當然它的缺點是很明顯的 它的缺點就是效率比較差 當然開發者已經花很多力氣去感應它的效率 但是對不起 效率就是差 然後 我們這邊來講話呢 其實 我們就希望 可以引導大家可以開發一個什麼 Native Fire System 然後此外呢 我們也在探索 再看一個 看一個 就是像這個專案叫LittleFS 這個專案是Arm在提供的 那這邊順便講 我們最近跟Arm有些會議 Arm呢 可能會 可能會來 贊助我們 這麼課的一些必要的硬體開銷 然後 如果你挑戰這個題目的話 那 有機會呢 就是 因為Arm每年大概八月吧 每年八月都有一個 對 對他們的 夥伴的成果發表 所以如果說呢 你做這個題目做得還不錯的話呢 有機會呢 在八月 對這個Arm 還有他的夥伴 他的夥伴就是Google Facebook 這些公司的 這些 去發表 所以 請你不要覺得這什麼多遙遠 你本該如此 你說你對一個東西有樂器 你對一個東西有專業 就該展現了 不要估方自賞 估方自賞 然後等人挖掘年代已經過去了 你就是要展現自己 然後 LeaderWebEx呢 是Arm這家公司呢 去開發的一個系統 那顧名思義就是 它針對一些小的系統 然後 這個檔案系統設計得非常好 然後 但是它有一個 有一個 遺憾 不要說缺陷 叫遺憾 它遺憾就是 它在Linus當年 算可以運作 但是效率很差 為什麼 因為它在Linus上呢 是透過Fuse 它在Linus上 是用Fuse去運作的 所以它不是Native的File System 然後 如果呢 各位可以讓Fuse LeaderWebEx成為 不需要依賴Fuse 依舊可以執行在Linus上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甚至呢 你可以 展現給這些 這些 這些 暗的夥伴 我想這個是 有機會的 這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 因為 真的要改程式碼 就那些部分 大概 可能要 應該要 改一個 兩三百行的程式碼 但是 但是 這是Durable 然後 那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搭配看這個 之前同學的 之前 前幾屆的同學 這算是我們的這個 重點專案 就是說呢 可以了解說 像SIMPLEFS 它中間做什麼事 然後呢 這個檔案系統裡面呢 跟客人有哪些互動啊 哪些看不懂的地方啊 記錄下來 然後此外呢 此外呢 像這個去年同學還不錯 就是它有去整理 整理說一個檔案系統 它有哪些見面啊 然後呢 它裡面 它的行為是怎樣的啊 怎麼去改進啊 諸如此類這些議題啊 那這個是算我們這個 學期的一個 剛才提供 重點專案 好 然後 再來是呢 有些題目的乍看之下 好像不直接跟客人有關 但是其實 其實用得到客人 像底下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MIMALC 它是一個 記憶體的管理器 記憶體的配置器 然後底下還有 記憶體配置器 我們在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都有這個 記憶體配置器的題目 然後甚至底下 還有網易伺服器 乍看之下好像跟 Linx kernel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但是 實際上 我們不是只是開發一個程式而已 我們開發程式呢 是必須運用到 運用到 Linx kernel的特性 注意到 我們必須運用到 Linx kernel的特性 然後 然後去改進它特定的效能 或者改進它特定的心位 所以注意到 我們不管是做記憶體配置器 還是做 做網易伺服器 其實都是讓你更深入了解到 Linx kernel 而且真正是用實際的問題 就是用Linx來解決實際問題 好 首先MIMALC 這個雖然也是我們的重領專案 因為我們跟Microsoft有一些接觸 就是 這個接觸是這樣 就是 因為前幾年 前幾年 前幾年我去貢獻這個專案 可以看 我到今天還在這邊 這幾年比較混 我這幾年就沒有再認真做 但是還算不錯 還是排第三名 然後這裡面也有一些同學 就有一些成大同學 對這個專案做了貢獻 然後注意到這個專案 它不是只是一個 它不是只是一個 Microsoft research的一個專案而已 它其實 你看到說 病 最近那個病很紅 跟OPEN有關 AI有關 A9 Microsoft的雲端平台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專案有貢獻 很好寫的 我呢 你可以寫的 我雖然從大學一年級才開始接觸 Compute Science 或是我大學二年級轉系之後 才開始接觸Compute Science 但是我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 成功貢獻了 這個專案被病 被Microsoft Azure 還有其他 還有Unrear 你知道Unrear嗎 Unrear就是那個 很多那個什麼 很多那個 遊戲 很多遊戲背後的遊戲 你請講Unrear 所以你看都是世界一流的應用場景 被這些世界一流的場景所應用 你寫錢是不是很厲害啊 有可能從大學去改良 沒關係 因為你光是這樣還是打爬一堆台灣人 包含說你要去面試主管 但這句話也要保障 有時候就是 有的人欣賞這個年輕有為 但有些主管 尤其台灣的一些中年人 台灣有些中年人就是比較 這個要保障 所以你要面試的時候跟我講 我去先確定一下你的 遇到主管是哪一種類型 有時候不是你強就要講 有時候就是要用一些方式去說明 總之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 事在人為 是做得到 今天不是講高調 其實這件事做得到 你看前幾年同學就有證明嗎 來來來找看看 看看哪些是成大同學 其實這是做得到 完全是Doable 而且因為我們跟Microsoft的開發者 Dent已經合作了好幾年 所以其實寫一些信件 是有辦法讓大家爭取到一些機會 總之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 你就是要動手做 動手做 動手做很重要 而且真的就是展現出來 Idle我們在這裡 然後只要看成大同學 成大同學在哪裡呢 成大同學 這個排名有時候比較亂一點 像這個就是成大同學 然後 忘記他這件什麼名字 我講一下 他叫什麼名字 不管 就是 應該快找 就是 有幾個 有幾個 他叫什麼 都叫什麼名字 好 就我們至少有兩個成大同學 有 對這個專案做一點貢獻 然後 應該是 忘記他ID叫什麼名字 不管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完全是做得到 只是說你需要一點調整 好 然後像這邊來講話 我們的切入方式就是說 我希望讓大家去了解 它是一個現代的 Memory Error Cater 它是一個有強度的東西 最重要 它是 每天用在Microsoft Azure 每天用在Microsoft Beam 網頁瀏覽器裡面 就是真正有人用的東西 所以它真的複雜 但是不要難過 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有些地方是可以切入的 我希望我不要只為了貢獻而貢獻 就是 我有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怎麼做貢獻 但是 我不想把這東西當KPI 但是就是 你知道嗎 有時候學校會叫我們寫一些東西 寫說 你這門課的特色是什麼 結果就是很難寫 像我就寫說 我們去年有五個同學 加入Meta 加入Google 加入Intel 我們不喜歡這樣寫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寫這個特色 然後說我有六個同學貢獻程式 就是類似寫這種話 總之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有突破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你要去了解 還是回到本質上 就是貢獻只是一個手段 那就還是要了解到這個行為 你看 像我這邊來講 會有一個叫Per Thread 跟Per CPU 這東西很有趣 就是我們在做記憶體配置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這個Cash 我今天Cash是Per CPU的 還是Per Thread的 你會發現這個就有差距了 你看到以執行時間來講 Per Thread的Cash 其實它的執行時間更短 隨著執行數量的增長 一開始看不出來 因為執行數量不多的時候看不出來 但只要執行數量夠多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有顯著的差異 然後在這邊來講 裡面還會接觸像RSEQ 注意到這也是Linx Kernel特有的系統目標 所以注意到 這個題目叫做開發 記憶體配置器 或是改進這些記憶體配置器 但是事實上 是加深你對Linx Kernel的認知 所以請你了解到 然後 類似的題目其實底下還有 底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裡面有提到這些題目 然後這裡面我們就會去選定一些範本 選定一些題材讓大家去做 像上面這個是改進Mimalloc 因為我們跟Microsoft的開發者 主導開發的Dent 其實已經合作一陣子的 就是從19年合作到去年 我今年還沒有寫信給大家講 但是我們會建立這樣的一個合作關係 大家如果都是認識的 所以像Mimalloc就改進原有的 而且希望大家做的改進可以用在真正的場景上 然後另外一個專門 另外一個題目就是用在什麼 另外一個題目就是我們從無到尾去開發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 就是說從一個比較小的基礎上去建構一個效率夠好的 然後運用到Linus Kernel的機制 考慮到現代處理器的行為 像剛才講的Cache 考慮到像一些Stepper Memory Educator這些機制 這邊也順便講 這些東西其實它有實務上的場景 例如2017年我就去Linus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 去報告我們的一個相關的成果 那一樣像這個同學 當時他報告的時候其實只是一個什麼 他只是一個大學部學生 但是依舊可以在什麼 依舊可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上去展現 我想這很重要 你真的不需要到研究室才去做什麼事 因為有時候只是那些教授的術語 如果說真的 對不對 就是優秀的 其實大家能夠到了一個 比方說到你現在所處的環境 像你到成果大學也是打敗很多人 那你呢 其實你只要聚焦去解決問題 其實是跟同學們 同學同材拉鋸是可以很明顯很顯著的 好 那像這個我在2017年 我就跟這個徐根福同學 就是他那時候是大學三年級 那時候就跟他合作 合作開發這個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就用到這個Mission Critical Mission Critical在做什麼事 就是像那個用在太空 用在人造衛星這樣的一個領域 然後呢 這裡面呢 我們就講到說Deterministic 這個行為一定要是符合預期的 我們在做這個機體配置 因為傳統在做這種軍事 在做工業控制 在做航空 這種Mission Critical的環境 其實很多時候就會避開用到 動態機體配置 但是呢 因為Open Source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所以導致這些場景 不得不也是開始要用到 動態機體配置器 那這時候就會導致一些新的問題 會爆出來 這是在Open Source上面發表的 好 這個就是講我們的成功大學 我們成功大學呢 呃 是全球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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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 是全球呢 少數呢 跟歐盟QB50合作的 那你可以去查QB50 很好找 QB50在查歐盟 我們成功大學呢 在2012年 就發射了自己的QB6 立方衛星 然後在後續呢 也有一個相關的 這個是在這個 成功大學航太系 還有成功大學電機系 這個莊智欣教授呢 領導的團隊 那我有信呢 也是在這裡面打打工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就是去開發一個叫鳳凰號 這個在成大網上找得到 成大立方衛星 你不相信對不對 你不相信成大會做這種 世界點接的東西對不對 你也能想像對不對 你說不是學電嗎 對不對 學電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東西吧 對不對 好 注意啊 這是領先很多公司 很多學校的 對不對 這個在 這個 這個 相關的訊息也可以查得到 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 平常看不到這個新聞 哎呀 這就是 為善不欲人知嘛 對不對 好 那總之呢 就是說在這個QB Sets裡面呢 其實很大的挑戰 因為呢 我們想要去降低成本 所以用的硬體很好玩 用的硬體呢 其實是像樹莓派這種等級的硬體 欸對很酷吧 就是它不只很小 而且呢 用的硬體呢 可能就是樹莓派這種等級的硬體 然後呢 這時候一個很酷的地方 欸你說 那該不會Linus就直接上去 對 就類似這種 就直接上去 然後過程中解決問題就很多 就是 因為 一開始Linus 不是為了QB Sets這種東西存在 但是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用在QB Sets呢 其實就要調整的東西很多啊 你要怎麼讓這個系統的路由炭 表現夠好 你要怎麼讓這個系統 重啟的時間夠快 你要怎麼讓這個系統呢 是穩定的 反正要想的是非常多 然後後來呢 我也參與另外一個專案 叫做ARC 然後 在裡面擔任這個 像國家太空中心的顧問 然後我們在裡面呢 就會去開發這個 就是應該 你可能有聽過這個ARC 反正我每個小時就來廣告一下 因為畢竟我在裡面 對不對 做一些事 然後呢 我也很高興呢 就是有一些學生 參與這麼大的學生呢 也投入台灣火箭的開發 然後呢 這裡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裡面就用Linus 你看到 剛才有沒有印象 我們剛才講那個 講那個 第一個題目 PrintRT 然後這個PrintRT呢 就是Linus的即時處理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 我們台灣的火箭 就用這個PrintRT 然後我們不能說頂尖啦 但是就是說我們做這件事是算 全球相對是很前面的 然後我們這樣做呢 有幾個考慮因素 就是說呢 因為傳統的火箭呢 其實都是用一些特規的硬體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用商用 商用的硬體 你就想像說 我今天火箭控制系統 就跟你你的手機 是用同一種處理器 也就是on的處理器 而且呢 我們用一個物美加零的硬體 然後呢 在裡面直行Linus 讓裡面的軟體 就有很大的彈性 很塑性 當然呢 中間要解決很多問題 因為Linus 一開始也不是為了這些東西的存在 所以你知道 其實真的開始很辛苦 但是後來我們就陸續突破一些問題 那也很榮幸呢 中間遇到很多優秀的學生 然後這個 我們在講那個 我們之前在講Scapellate 就講了很多問題 就是說你看 執行序數量增長 你會發現有些 就是我們希望是這樣子 隨著執行序的數量增長 那你的租鋪 你整體的那個提升 是可以這樣 像這樣線性的關係 但是對不起 大部分時候不會 大部分時候會這樣 你看大部分時候就會有這種collapse 這個collapse怎麼來呢 就是各式各樣的contention 會有user level contention 也有kernel level contention 所以你看到像這個 紫色這條線 紫色這條線是好幾年前 好幾年前號稱可以解決Scapellate問題 對不起 執行序數量增長多一點 對不起 它就collapse 然後那個GDPC在哪裡 GDPC是悲劇 根本就是CPU核數太多的時候 根本就跑不動 所以跟你講說 這是很多的實作都有大的困難 這跟講結論 所以為了這事 我們就只好去解決問題 路線不平拿土來填 拿patch來填 然後我們就給你看看那個效能分析 好 這邊來講話就是 這邊有一個實作叫D-Man 你可以看到說在四合的狀況下 四合狀況下很有趣 注意到這個是對數 這一走是對數 這邊來講話你可以剛剛說 以執行實踐 越低當的是越好 執行實踐越低越好 那這個底下就是橫 重軸是這個 重軸是你配置所需要的時間 它是對數坐標走 越低越好 然後橫軸呢 是你配置的量 那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配置 配置的量來講的話 你看 隨著不同大小 你看 這個配置量越大的時候 就越顯速 你看這個 就是你看我配置時間 就是這個範圍的 然後呢 像那個最慢的 最慢的是PT-Medoc 就是Linux內建的GDPC的實作 叫PT-Medoc 那你可以看到 那個執行實踐已經是什麼 一定是悲劇 那個落差很大 那甚至呢 有些商用的 有些什麼 被很多商用場合採用的實作 像J-E-Medoc 它其實它也是 也是落後這個實作的 然後 而且呢 我們在這邊來講話 又做一個調整 對不對 就是說讓它不只是夠快 而且它對那個 記憶體開銷是低的 像有些實作呢 像Google的T-Medoc 很好 這是Google的 Google的話就是它 它是很快的實作 但是它 對不起 它記憶體開銷很大 我們需要的是 又要快 又要記憶體開銷小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 不容易的一個實作 那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陸續去克服這些 相關的技術問題 然後呢 並且就是跟大家分享 這些中間的議題 那我想呢 這個就是一個 很好的 很好的嘗試 就真的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而且 你做這個題目呢 其實不需要從無道去研究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一定有很多結論的 你在這邊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在新的系統去驗證 它是不是能夠依舊正確的 或者說在新的系統裡面 或是在指定的這個系統配置裡面 找出可能潛在問題 所以今天不是叫你把 把這這麼多年研究 從無道去做出來 不是 而是我們已經有這樣的基礎 你知道在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解決的問題都是 貨真價實的問題 就是它是會上太空的 不是 它也可以拿來殺豬公 但是也可以上太空 就是 我們台灣有 都會講一些垃圾話 我們講垃圾話的蠻厲害 對不對 結果有人就嘲笑說 哎呀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 就是說什麼 就是台灣人都在做殺豬公 而不是在做上太空 不是啊 我們是真的有啊 你自己去查 我們是真的有 鳳凰號立方衛星真的有 那這個去年 去年有這個 之前的新聞也有 立方衛星發射 然後我只是想提醒你 在裡面呢 有大量的臨時的運用 那這個 其實對各位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就是說呢 不只是切入太空這個領域 那最關鍵是說 你知道真實世界的 要解決什麼問題 好休息一下 繼續 好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實作高效能的 記憶體配置器 那這中間呢 其實就是 當然經典的這個配置器 記憶體配置器的一些原理 那你可以搭配看 CSAPP第九章的說明 然後我們這邊會更著重在 Linus特有的 特有的機制 那這邊呢 會參照一些專案像這個 RPMedlock 那這個 RPMedlock 實作非常的 非常好 那你真的要講缺點的話 就是它程式碼寫太多了 就是寫得比較複雜 但是我相信我們有機會呢 就是做一個夠簡單 然後但是效率依舊是 就是程式碼更少 但是效率依舊是非常好的實作 就像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 這個前幾年我們就做過了 所以說我們希望 在一個比較新的電腦上去驗證 驗證我們過去做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讓你從無到有去 就體會從一個小東西 一個小的不怎麼樣的小東西 然後逐步讓它去提升 我想這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樣的經驗呢 其實很多領域都用不到 好 然後再次呢 在我們這個學期呢 也有跟大家介紹這個 IO Marketplace 跟介紹的IO模型 有專門的講座來講這件事 那一樣呢 我們會藉由 開發網頁伺服器的方式去切入 因為開發伺服器的好處很明顯 因為我們就希望你可以去那些公司 你聽懂是吧 我講了好幾次你可以理解 然後呢 要去這些公司呢 其實說著你要拿出強度來 當然Leak Code也是要練 我有專門的課 教大家怎麼刷Leak Code 但是除了刷Leak Code以外呢 其實你要怎麼去展現你的專業 那對不對 你想去Google 那就拿Google有感覺的東西 對吧 這個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 對吧 就是你想 好啦 你這樣講啊 你在學校裡面 你要做一個東西 做一個 因為你很多東西是拿那個啊 現成的東西來組裝的啊 你要做到讓Google有感很難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網頁伺服器呢 有不同的考慮因素 如果你要今天做一個是又小又快 欸對不起啊 又小又要快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做的就沒那麼多了 就是又小又要非常快 很多人可以做又小又快 但是又要做又小又非常快 所以讓我們講的是非常快 對不起啊 會做的就不多了 然後呢 我們在這麼刻呢 剛好呢就介紹這些東西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一樣 也是運用Linus的特性 然後去設計一些因素 像這個像這邊來講話呢 我們就是帶大家去理解像Epo 像Linus特有的系統補教 然後呢 它可以做Io Multipressing 那此外呢 我們還去考慮到什麼 像IoU Luna 會考慮到一些 一些機制 那重點就是讓你理解 我怎麼去建構一個 用很短的程式碼 像這邊的程式碼 大概就只有 大概就 1000多行 然後呢 讓你去什麼 讓你去運用一些機制 你可以看到這邊 注意到 這邊有個東西叫Sendfire 你可以記一下 這個Sendfire 是一個系統補教 這個系統補教呢 有機會讓我們做到 是Zeno Copy 就是說 我今天要從 某一個 它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以前 以前我今天要 傳輸資料的時候呢 我可能需要先從檔案系統 把某一個檔案的內容 讀取出來 放到Buffer裡面 對吧 然後再把這個Buffer裡面的內容 透過網路裝置 傳輸出去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發現 不就是從裝置 檔案系統 就是本質上就是一種裝置 讀取內容 讀到Buffer User Speed Buffer 然後再由User Speed Buffer 傳遞到網路裝置上 那Sendfire可以做什麼事呢 Sendfire可以讓你說到 裝置 直接對裝置 所以這件事就是Zeno Copy 注意到這東西 對於效能的提升 提升是很明確的 而且呢 如果你過程中了解到 這些特有的系統補教 對不對 你就可以發揮這個應有的 就是可以發揮這個硬體應有的表現 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很重要 然後 過程中呢 你還會解決一些像是一些同步處理的問題 甚至你可能終於會有要去設計一些Threadpool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並行 多指定續成設計的講座 就有講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看我們在期末專輯的時候 就可以把我們之前學的內容 一口氣的把它統一整合 然後此外還有一個東西叫IOU Lean IOU Lean 是Linx kernel從5.1開始新加入的機制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帶著大家去運用IOU Lean 然後呢 就是去建構說 我怎麼去建構一個這樣的一個網易伺服器 然後甚至去評估它的表現 注意到呢 就是 你可能今年做實驗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完全不同的狀況 因為IOU Lean 是一個持續開發的系統 去年同學的課筒畢竟比較舊 當時IOU Lean的確有些效能問題 但是也許今年在做的時候 也許會不一樣 然後裡面有很多議題 是一個很新的議題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讓大家知道說 要開發一個又有效率 又能夠解決特定的問題 其實不容易 但是呢 我們剛好這個課 就是在意這些議題 好 然後在這邊來講 你可以搭配 搭配看這上面的材料 好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第七次的作業 就是我們有一個KTCP 那就是一個Kernelspace的一個Web Server實作 注意到上面呢 上面實作是userspace 就是SEHTBD 是userspace 然後那邊是Kernelspace 那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運用一些Kernel特有的機制 像RCU去管理網路連線 做到資源的釋放 好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是 就很有挑戰 我想這個真的很有趣 然後這個所謂的很有挑戰呢 就會遇到一些 就是 就是你的付出 好 但是我的承諾很簡單 就是說 你願意付出呢 好 我就陪你 就是 反正你付出 我就陪你付出 那你看像去年 去年的同學 像這個同學就很棒 他就是 就是 他其實也是 寫程式也是沒有很久的事情 他也是 前年吧 前年他開始寫程式 但是沒關係 他去年很勇敢的來挑戰 挑戰Kernel 而且的確呢 也做些成果出來 我想這個就是 我想在 我想在 課堂上 就是 讓大家做的事情 好 那 這邊要找什麼關鍵字呢 這邊要找關鍵字 天亮 天亮 好 那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些障礙 那你可以發訊息給我 然後我就去去去去去去去 跟你一起排除 好嗎 好 然後 那你可以在裡面找到 關鍵字叫天亮 這個 後面我就不找給你 反正就是 他可能就是寫寫什麼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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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改一改 然後就不小心又天亮 欸 天 欸 為什麼天亮 天 天天 欸 反正就是 他他裡面提到的原詞啊 就是講了他這什麼改一改 改一改就日出了 日出 日出 啊 沒有 看了好幾千日出啊 那最大的 我不是叫你說 一定要這樣子不健康的寫寫寫寫 啊 而是說 這個同學因為他前年才開始寫寫寫寫 你知道嗎 他前年才開始寫寫寫寫 去年的挑戰 對不對 所以他的起步呢 就比你低 然後呢 沒關係的嘛 反正就是克服問題 我陪你 那就是 那我想 那後來我也跟這個同學合作 合作其他專案 我想這個是很棒的經驗 然後他也因為 他雖然起步比較慢啊 但是因為真的做東西有強度啊 然後來也到聯巴克去工作啊 那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 我想教育就是讓各位有更好的選擇 這是我一直強調的啊 然後 但是過程中一定要踏實 一定要踏實的進行啊 我一直強調說 要誠實面對自己 很難啊 因為真的你要誠實面對自己 你可能剛來課程的時候 只是覺得 哎唷 課動好難 換翻聽 靠我的心願好廢 甚至發現什麼 我的英文不行 對不對 閱讀太慢啊 然後後來發現 我的漢語好廢 對不對 被老師要求說 改進漢語表達 然後看了別人 才發現 我的漢語真的很廢 對不對 但是 你在學生階段 知道這些事 不是壞事啊 你有時間 可以改進 而且外人對你有容忍 對不對 等你到了中年 說真的很多東西 樣子都已經被固定了 其實要改進呢 哎呀 你說你要改進很難 有人相信你了啦 懂事嗎 你現在像剛剛那個同學 對不對 前年開始寫 前年才開始寫程式 去年改科呢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年發科說 OK啊 你是一個OK的人 你學得快 對吧 而且他現在跟我開發專案 就是一個夠有強度的東西 對吧 沒問題啊 那關鍵地方是什麼 承諾 反正你承諾呢 花時間 好我就陪你 那從五月開始 對不對 五月一日開始 到六月下旬 其實就一個多月時間 絕對是可以有些產出的 但是中間請你搞 請你有紀律的事情 你承諾我陪你 然後 並不是叫你每天都要日出 不要懷疑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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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誤會啊 我只是希望讓你了解到 利用剩下時間 好好的有產出 讓人家用你實際的產出說明 你針對這些東西的 重視的程度 好 再繼續看 另外一個同學呢 就做的 就是也是可以參考啊 他也是去解決這個 科諾的 科諾的一些 相關問題 然後他還做一些 還不錯的一個 還不錯的整理 那可以搭配看他的 那個素材 好 總之呢 這個就是一個 過正價值啊 真正在解決問題的題目 然後呢 我們今年 我們終於 真的很困難啊 這個 照羅錫武教授的說法 就是 就是 他 他發表這個 從他 成為一個 從他決定走向學術生涯 他花了17年 17年 終於怎樣 終於有一篇論文 被OSDI 也就是做一些最頂級的研討 最頂級的研討 叫OSDI 然後呢 我們在去年發表一個 這個專案叫 ISCA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些 一些突破了 給大家看 最近做的事情 這之前應該有給大家看過這個論文的插款 好 我們還沒有寄出來 因為我在等那個 等那個 會議通知 然後 我們呢 就是 在發表這個ISCA之後 我們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們去提升 提升 Linus的IO效率 然後 這個很關鍵 因為這個其實是老題目了 但是呢 我們的場景 就是 略有不同 我們的場景是所謂的Marty Tenant Marty Tenant 還記得剛才在講 AW是爛打 對不對 就是有一堆虛擬機器 所以我們現在思考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其實Linus kernel已經有一堆機制 可以去提升IO的效率 當然 如果是針對那種Marty Tenant的環境 就是一堆虛擬機器 其實一堆虛擬機器的環境下 其實它要去提升IO的效率很難 那我們就特別設計一個 IO Offloading的機制 直接講結論 給大家看圖 不對 栽要就寫 栽要就寫了 栽要就寫了 其實我們這邊就可以很顯著的去改善 蘇附還有Tail Latency 尤其Tail Latency 對於這個服務品質很關鍵 像AWS的Linus 其實他們對Tail Latency很重視 然後 這個題目是有機會 是頂級業討會可能會收入的題目 當然這個我們還在做 所以就是中間有很大的一個改進空間 但是我希望讓你了解到 像我們做的這個研究 就是你看到 完全硬體不用調整的裝起來 從剛剛Eポ 原本的硬體是這樣 但是你看 你看 這個我們這個提升 從400到800 已經很顯著的一個提升 然後在更大的資料風暴的情況下 就更顯著 從這個不到400 提升到800多900 然後這樣的一個場景 其實是在多個虛擬機器會用得到 總之就是說這個題目特別適合什麼呢 假設有考慮當個大學教授 或是有考慮去一些研究機構 我基本上講大學教授不僅是台灣的 在台灣當大學教授 好像不忍性 但是我說你懂嗎 我講的研究機構 或是像Microsoft律社區 Google律社區 或是眾議院那種 總之就是說 如果你有考慮要走研究這條路的話 那你可能會需要一些夠強的東西 就是考慮的頂會 像我之前合作的同學 他就是跟我講說 他想要當大學教授 當然他講的大學教授 就不是台灣的大學教授 他可能想去北歐 或是歐洲的那邊當大學教授 他也是剛好跟羅西武教授一起挑戰的OSDI 終於我們的研究 在今年被收錄了 等議程表出來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們做的東西 然後這樣這個題目 有機會是挑戰頂級研討會的 所以如果說你想 這個題目特別適合說你想要走研究這條路 因為你會需要一些有強度的成果 如果說你沒有說想要走研究這條路 但是對我們這篇論文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 其實我們有兩篇論文 一篇是剛才給大家看 但他沒有寄給大家的 另外是已經發表了 以斯卡 以斯卡是一個強度很低的東西 我們之所以選擇在去年發佈的有幾個考慮書 因為相當於是我們把最小的東西丟出來 就把它拆出來 這寫論文的技巧 有時候我們就是要投一些比較差的論文 那好處就是說我們去有點試風向 試試看開發者對這個東西的重視程度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除了去年發表以外 我們在Open Source Summit 也有發表了 獲得一些在LINX基金會舉辦的研討會 也獲得一些回想 也因為這件事我們決定繼續往前走 然後目前維護專案的同學 即將在下個月畢業 所以我們就看看說 遇到有緣人 一起來做有強度的東西 注意到我們這個瞄準的就是頂會 當然頂級的討會講起來很簡單 但是很難 比方說本校 就是本校30年內 OSDI只有一篇論文 就是我們今年這一篇 然後全台灣 OSDI也只有三篇論文 第一篇論文是交通大學 第二篇論文是眾議院 然後第三篇論文就是中日大學 還有成功大學的團隊 所以你看這多難 30年 台灣只有三篇論文 你看這個東西有多難 然後注意到我不是在強調說 我們做的東西多厲害 而是說 這件事做得到的 而且這裡面的學生甚至有大學部 大學部的學生依舊做得到 我只是想提醒這件事 好 然後呢 這個Netfit 那最重要Netfit是什麼東西 Netfit是Linux的 非常有特色的 因為Linux的網路基礎建設是很重要的 就Linux推出的時間點真是很奇妙 就是Linux 1991年推出的時候 隔年網際網路陸續就出來了 然後剛好就很多公司發現什麼 我把個人電腦安裝Linux之後 就變成Server了 所以像雅虎 雅虎是1994年成立的 1994年準備上市 他準備上市的時候 他就提到他們就用Linux 讓一般電腦可以拿著 當作伺服器 那後來發展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然後也因為Linux Kernel 對於網路非常重視 它裡面有很多基礎建設 其中一個基礎建設就是Netfit 這東西可以做什麼事呢 這可以拿來做防火牆 可以做NAT 就是防火牆 還有防火牆的穿越 還有一些防範 然後還有可以做網路風暴的分析 跟過濾 阻擋 就是它有一系列功能 這叫Netfit 然後這東西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運用Netfit 來做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來運用Netfit 可以把某些網路廣告擋掉 而且不用在應用程式擋 是在科馬裡面擋 你就想說 我今天有Adblock 這樣的工具 那你看 你用Adblock這種東西 很討厭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有些網站就可以說 哎呀 拜託你不要用Adblock 你這樣我們廣告就 我們就沒有廣告收益 什麼 講些五十三了對不對 這個有時候會同情他們 但是 其實我願意付錢 但是你這網站又不跟我講說 怎麼付錢把廣告弄掉 或是說付了錢之後還是有廣告 都很乾啊對不對 我是有時候就很生氣這個東西 我願意刷卡 但是有些網站就是它付了錢 付了錢還是有廣告 他只是說 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 請你包含類似 講這種垃圾話對不對 就很煩 所以我們就想 能不能直接 直接在科馬裡面 把某些廣告打掉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你可以搭配看之前的討論 其實這東西是做得到 而且有人在做 只說我們是從 以前是坐在U4Space 我們直接坐在科馬 有幾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 所有應用程式都可以收益 第二個是 做在科馬裡面的效率顯著是好 不是好一點是好 非常多 然後現在做的話 甚至還有一些像 所謂的XDP XDP XDP的話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科馬的基礎建設 你可以看見相關的材料 它叫Express Data Path 簡單就是說 以前有些資料處理 是先要從 Kernal Space 搬動資料到User Space之後 User Space做完處理之後 再到Kernal Space去做運作 這件事的話 就是有機會去縮減 所以請你了解到這個機制 好 那這個也是很有趣的題目 那麼今年就可能 就是想要繼續做這個題目 就是我們在2020年就有同學做了 只是說我們可能會換一些工具 或者換一個方式來做 那跟這個有關的話 就是在2020年也有同學去發表 Noblens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 就是說 我們去探討怎麼去開發一個 有效率的一個Noblens 就網路負載器 你就想說 我今天有很多台伺服器 那我要怎麼把這個 來自世界四面八方的連線 合理的分攤給這些伺服器 注意到這些是不容易 但是有XDP出來之後 就是Kernal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建設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用很短的程式 所以在2020年 這底下有演講 就是有共筆的演講 可以搭配看 那也是之前同學的成果 而且你看這堂課的題目專題 就可以拿來投稿Costcard 是做得到的 而且做的東西可能還不成 在裡面還算排得比較前面 好 那我們在今年就會希望可以延續 延伸2020年的成果 然後繼續去改進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們有些題目的話是說 可能改進某些部分 比方說改進Lins Kernel裡面的 像Salt 那這邊也包含歷史的Salt 就是我們在前幾週有提到 就是說 你可以用TeenSalt 或是用其他的HybridSalt去改進 其實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些實驗 讓大家看到 其實改進幅度也不低 跟Lins Kernel的Salt比起來 其實有一定的改進幅度 然後過程中呢 你對理論也有更多深入的認知 比方說 在Lins Kernel裡面的Salt.C 目前是用ButtonR的HybridSalt 在裡面有一些分析 就需要一些數學 然後這個問題中 很棒的地方是說 它可以讓你對Kernel有更多認知 對演算法 有更深入的理解 而且關鍵的地方是說 你做的修改之後 在Kernel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因此受益 然後這些題目你不用擔心 短期內沒有什麼可以跟你競爭 大概全球有在關注這個題材的人 就不多了 不是說我們做的東西多先進 而是說 因為很多題目是 因為Kernel要做的東西太多了 但是這些細節反而是很值得去關注的 裡面有一些可愛的數學分析 這是很棒的一個切入 所以如果說你對Kernel的一些演算法 對那些行為很有興趣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就是說 又可以做程式碼貢獻 又可以展現你對同時了解理論跟始作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去年 我們在第二週的測試題 有展示一個SWAT的技巧 大家記得吧 第二週的測試題就是說 原本我們是需要好多道指令的操作 但是我可以把兩個32位元的整數 拼湊成一個64位元的整數 我一次操作整個64位元 我們在第二週SWAT的時候 就解釋到UNI-Code的處理 詳細的請你看第二週還有相關的解釋 然後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Linus kernel裡面 其實這裡也是有改進空間的 最長這裡可以改進了 再跟你講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說 結論就是說 感謝你等等 我看到 沒有什麼示意圖 因為後來就做程式碼貢獻了 所以比較亂一點 它其實就是一個有水障 感謝服務在哪裡 跟這個同學合作很好 我覺得經驗很好 然後你看出來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實作 其實就是 這是它一開始的 所以後來又做一個突破 這一個人講結論 好 結論是什麼 Linus 看那個 帥吧 就是這個 所以你要跟我討論 這個 因為其實這些題目 說的我自己想做 但是就是 我想要把一些題目 留給各位做 因為我對柯農已經做過貢獻了 所以現在這幾年 我在 我在二十幾年前 就對柯農做過貢獻了 然後 所以我知道 柯農哪些地方可以改 但是這幾年 教書我就想要把一些題目 留給你 然後我希望這是一個 很好的合作方式 因為我現在 起程式也變慢 所以 各位有新鮮的肝 那我有 我有 不肯退讓的大腦 所以我們一起合作 然後 你看到 哇 這個改進幅度很明顯 原本時間時間 0.08秒 後來改進 調整之後 竟然是 竟然只要0.02秒 這個改進幅度很大 4倍 4倍的幅度 然後 甚至還登上新聞 所以這就是Linus的新聞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機會 然後 這個就是貢獻柯農的一個機會 不過很可惜 那一方是去年同學 因為他做完這個東西之後 他就去實習了 去進入實驗室 就比較忙碌 就沒有再繼續做 然後歡迎你繼續做下去 然後我想這個 去年同學應該會覺得很欣慰 那總之就是 其實柯農有大量可以改進的奉獻 就是這個 我先列這兩個 那可能你過程中如果發現 有相關的也可以告訴我 反正我希望呢 你就是有辦法對柯農做出貢獻 然後他不是一定要做 但是顯然他對你的專業的說明是很重要 而且過程中你可以跟很多世界一流開發者合作 我想這個經驗是非常難得的 好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專業叫Syndropt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模擬IRQ的事件 那這樣都會拿來搭配來解釋 來說明Linist kernel核心的處理的機制 這個也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你可以看去年跟前年的同學的報告 好 然後呢這個值得一提 就是這個Linist kernel module programming guide 那最後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就看了 然後呢很不信的地方是這個東西呢 很久很久沒有更新了 那為什麼我要改進這本書呢 有一個考量就是因為它是少數 以開放授權釋出的電子書 因為很多電子書是用開放授權釋出的 但是Linist kernel世界 而且沒幾本書是開放授權的 Linist kernel的確有些好書 但是這些好書呢很多時候呢 授權條款比較trick一點 就是沒得談 然後Linist kernel programming guide 它就屬於說它的授權很棒 它的授權是基本上就是不要把名字塗掉 然後保留作者相關資訊的前提下 你就可以自由的運用 自由的修改 自由的散步 它最大的確點就是這個資訊太久了 我在前年維護這本書的時候 這個內容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是故事的 然後所以就知道哪裡改 東改西改 總之我現在維護這個專案 然後這本書是長這樣 然後你看千幾天都還在更新 然後Linist kernel的文件在這裡 這個就是Linist kernel內建的文件 你看這是Kernel documentation 然後你去找LKMPG 你看有看到幾個人 像這個 我在這裡 這本書其實很多人在維護 陸續有幾個人在維護 然後最早是Peter 然後後來最新的維護者就是我 然後 這別人講的 不是我自己講的 然後總之就說 其實這本書的書真的寫不好 但是呢 對不起 開放流通的書 對不起 就這本 所以懂得懂得懂 就是這個世界 而且電子書很多 但是有開放流通的 對不起 就這本 所以剛剛這本書很棒的地方就在於說 它的影響力是有的 所以你想 就是假設你一起參與這本書的維護 然後 你就可以獲得大量關注 這是因為全世界 就是同個類型的書 對不起 然後 再來是像我剛剛前面講 CPU Schedule書 對不起 專書就是各位看讀的 你讀的就是全世界第一本 也是唯一的一本 雖然它還沒發表 然後 我想這個就是 大家在科隆的世界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做有特色 然後 這是一個 我想一個很棒的一個機會 那你會好奇 那到底要改進什麼 目前的書本 就是 就是目前書本的問題在於說 它缺乏一些完整的範例 像 像上面的Sindrupt 上面的Sindrupt其實 應該也是要整合到這本書 但是對不起我們現在還沒整合 然後再來是這本書裡面的範例 其實 有的就是太 太瑣碎了 那我們 也還在 也在討論 怎麼讓它 可以變得更好 然後再來是 Rust Rust Rust的程式語言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用Rust的程式語言 撰寫一些 Divine Drive的例子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這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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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Rust Rust Rust 該怎麼留言 好 這個不管 反正這個 把它提起來 這個Rust 然後 其實這本書 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 然後 如果你有興趣做這個題目的話 請通知我 最後這 就不是 只是寫書 這件事 是你是要寫成事 其實你來做這個題目 其實寫作是一回事 寫作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二還是寫成事 研究科農 所以是不要搞不出來 而且你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有個很棒的地方 有沒有 你可愛的名字就會出現 你看這本書很有趣 有沒有 這本書是英文寫的 而且在這個 Dinskno世界流通 但是你發現其實 裡面 看起來很多是台灣的名字 都表演 就是 那裡面也有這個 也有這個 志堂坑的學生 我想這個 我們在 國際化的時代 就在該做國際化的東西 那做這個題目就很適合 不要妄之飛薄 我們在學店還是可以做 相對領先的東西 好 另外一本就是 我們之前上課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每個城市開發者 都該有的 《記憶體知識》這本書 對吧 然後這本書就是 最早是從2007年的這篇論文 翻譯來的 但是我們也對內容做了 一系列調整 因為畢竟 現在出的一些新聞其實不一樣 那你可以搭配看之前同學的一些紀錄 就是說 要了解他相關的背景知識 所以這邊來講話就是 你知道 你就不是只是去翻譯 其實有些實驗你會重做 甚至你會去指出 裡面哪些內容是可以改進的 然後注意到 這邊來講話 你會需要 可能是三分之一的時間要讀書 讀這本書 那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讀相關的材料 比方說是相關的論文 還有相關的書籍 那三分之一的時間可能是做 程式版撰寫 然後可能要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描述 然後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說你 這本書呢 學的比較 遇到一些障礙 就是前面幾週的遇到一些障礙 好沒關係 亡羊補牢 為食不軟 就是缺什麼補什麼 因為我們對記憶體的是很重視 不只啊 就柯農呢 其實很多部分都會做集體管理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 那跟這個有像的 就是我們在這學期呢 也發表另外一本書 沒有對外發表 但是也是一個新的教材 進度很慢 這本書只寫了十幾頁 但是還是教育一本書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 就是 我就希望各位可以一起來寫這本書 那這本書怎麼寫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會給大家一些程式碼 就是一些我們之前測驗題 有提到的程式碼 或是我們之前所整理的 像那個 Concurrentity Program 就是我們有一本 有一個 Github Repository 就叫做 Concurrent Program 然後這是我們從前年開始整理的 那個 整理的一個Repository 然後 其實算是 對不起 老王賣瓜 就是算是 Opensource的世界 算是很完整的 就是把一些 把一些這個 跟 Kernel有關 跟 西語園有關的 這些相關的Concurrent程式 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前年開始就來整理這些材料 然後我就希望這些內容 可以整合到 Concurrentity Program 裡面 所以最重要 這本 它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長期的計畫 我希望你今年可以開始做 比方說去介紹說 我怎麼去實作一個有效的 去實作一個生產者消費者的問題 然後去解釋那些像Memile Order 那些Altamics這些行為 然後跟另外一個東西有關的話 就是Memile Order 注意到Memile Order 這個Ninskno有一系列很棒的教材 很棒的錄影跟投影片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去記錄你的認知 然後做一些相關實驗 注意到 尤其課程的東西很多就是這樣 就是它的材料是很新的 但是它的環境可能不同 跟你的環境不同 然後再來是說 有些內容是講的語言不詳的 所以可能需要重新做這些實驗 那這邊有個參考 就是讓我們在之前講 那個Io 我們之後還會講 就是講那個Io Ordering 那反正總之就是說 這過程中其實有很多一些材料 那你需要去重現 重建實驗 然後你要去解讀 在新的系統解讀 那這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是你對Kernel 有更深入的一個認知 對不起我講的比較卡 因為這個難度是可低可高的 就是需要你跟我溝通的 你對自己期待高 我們就給你拿的題目 就同樣的題目 但是我可以比較高的要求 然後如果說 如果你起步比較低 或是說你就是 沒辦法投入那麼多時間 好沒關係 我們就做多少算多少 那反正這些東西是可以談的 跟記憶體管理有關的也是也有 比方說我們在第11週 有跟大家講這個記憶體管理 那我們預計在第13週 繼續講記憶體 Linus核心的記憶體管理 那RHashtable是其中 Linus kernel為了做 記憶體管理的 所開發的一套資料結構 這個東西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Hashtable 但是這個Hashtable 它做的事情是 它可以resize resizable 就是它的空間可以變化 它是concurent 它是scable 注意到這幾個點 對Kernol來講非常重要 Kernol它的Stack空間是有限制的 Kernol的Stack空間 以S8664來講 它只有16K而已 對你沒聽錯 16K那麼小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必須要設計 這個東西 對空間的運用是很有效率的 然後必須要考慮到concurent 所以有什麼scability 此外 因為這樣結束 沒有 要想的事情可多 所以這個過程中 其實應該也有論文 然後再次也有搭配 LW那文章 然後在去年的同學 去了解它的運作 而且不只是讀論文寫重點不是 而是你真的需要去做實驗 重現它的實驗 而且去看說 在現代的客戶版本 它的行為是怎麼會回事 跟過去的方案比起來 它是怎麼會回事 所以你看 其實這個從concurrency primer memor order 還有基地管理 這其實都是有一些關聯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在 在這個 去年 去年有同學 在Costcom發表 發表成果就是 我們去針對Risk-Fi 的處理器 開發一個高效 效率很高 然後陳之馬有很精簡 精簡的一個實作 那我們在今年的CTHPC 就是五月下旬 在成果大學舉辦的CTHPC 有對應的成果會展示給大家看 然後我想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總之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Kerno就是那麼浩瀚 Kerno就是那麼浩瀚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單點是有辦法突破的 我們所有的教材 我們絕大多數的教材是開放的 沒有開放大概就是我寫的書 就是我寫的書也有開放的 但是我希望比較謹慎一點 像CPU Schedule的書 就希望可以謹慎一點 然後LKMPG也是開放的書 總之就是說 在過程中 你就會看到像什麼 IoO的這種 就是看到這裡面的一些內容 可能需要做一些實驗 去驗證它的到底怎麼會是 這種議題 那也可能像剛才提到的 Hashtable 相對是新的 然後去知道它怎麼運作 講解它的原理 而且後面要做實驗 然後做實驗去驗證 驗證它的行為 然後甚至指出 它還有沒有改進空間 跟不同的解決方案比起來 我想這個東西很關鍵 這個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 在客廠裡面突破 此外的話就是 我們今年 有廠商贊助我們 Zainis的 就是那個 MD MD Zainis的那個 APGA 那這個APGA上 有分 中間檔次的 還有中上檔次的 就是 中上檔次的那個APGA 不便宜 就是台幣 台幣要多少錢 大概要十幾萬 十幾萬台幣 便宜的話 台幣大概也是要 六七千塊 當時的價格 現在價格不一樣 總之就是說 在這邊來講話 就會 主別就會來做 就是把這個 實做Risk-Fi的處理器 而且讓 Ninx可以執行在這上面 對了 這兩件事 一個是做Risk-Fi的處理器 另外一個是 讓Ninx可以在上面運作 然後 不要被大家難度嚇到 其實很多程式碼是有的 不要說 你參考這個 其實程式碼已經 open source 你要做的時候 就是什麼 去重現實驗 就是把它實驗 就是去看它的實驗在做什麼 把它程式碼跑起來 然後看看在平台上 是不是正確的運作 過程中可能會發起一些問題 遇到問題的時候 去逐步去解決 此外我們自己也發展一個系統模擬器 這個系統模擬器 可以模擬 Risk-Fi的處理器 然後還有一些必要的周邊 像記憶體還有中斷處理器 中斷控制器 然後這樣的話 就可以讓 還有幫你Timer 這樣的話可以做什麼事 可以去執行Linus核心 此外甚至還去模擬網路裝置 所以在這個模擬器上面 不只是可以執行Linus 而且還可以用Linus來上網 帥吧 這是可以做的 好 那最後一項呢 就是來講這個Skip List 所以叫Skip List 其實它不是什麼新東西 它是老梗 但是這個老梗很有趣 這老梗在於說 其實Linus Curnall 一直到今天 還是有一些部分 是運用的 運用Skip List 然後Skip List 有確定是說 它的效率不差 就是跟紅灰樹 比起來 其實它的效率不差 但它實作方法簡單很多 你要去實作一個紅灰樹 大概沒有300行 沒有300行 400行做不出來 但是 要實作Skip List 不到100行 就可以做出來 而且是效率不錯的實作 然後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實紅灰樹 雖然在坑洞裡面大量使用 但是有些情境其實不適合 例如說資料量太小的時候 其實你用Skip List 其實是反而還比較有效率 然後在某些場景 比方說Intel的Device轉圍裡面 你可以去找Skip List 你可以看到Intel某些Device轉圍 其實就用不到了 然後我們在第八週的測驗題 第八週的測驗題 其實就有提到Skip List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就是 讓你去了解Skip List怎麼用 然後怎麼在優勢實作Skip List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個下一步就是在 Linus kernel裡面去實作 注意到不是從無道理去寫的 不要誤會 我們其實都有給大家一個切入點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在Linus kernel裡面的Skip List 然後去把實作出來 然後去搭配看怎麼去做一個 坎坑的Skip List 其實Skip List在Google 在Meta裡面其實都有 對應的應用 它們也有對應的實作 像Meta的話有Rux RuxDB 它裡面就是用到Skip List 然後這個是第八週測驗題 然後像剛剛提到Risk-File處理器 這也是我們之前成大的學生 成大資訊所的學生 然後他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就用他自己的時間 自乾一個Risk-File處理器 在一個相對低點幾千塊台幣的硬體上 去設計它的CPU 而且在這上面執行Linus 所以這是可以執行Linus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相對新的題目 讓你了解到 了解到說我怎麼去實作一個 針對不同的問題 去提出對應的實作 然後去解決問題 然後我想這個東西最後都可以 希望可以對大家帶來這個專業 那當然剩下的題目就是什麼 剩下的題目就是前面 客人提到的這個作業題 作業然後測驗題 然後就是我會依據大家的狀況 然後請你務必發訊息通知我 告訴我說你對剛才題目的興趣 那有些題目也許是你想做 但是我會可能要求說你先完成另外一個題目 然後你在暑期或是之後 之後時間還可以繼續做 但是我希望你把這些題目放在心上 因為這些題目是我構思過 我跟這些企業啊 跟這些公司行好的主管談論過 是他們認定做 如果學生可以把這個做好 他就可以去拼用各位同學 所以就這樣我就希望 大家有機會進入到世界一流 有強助公司 所以你可以想這些題目就是各位的敲門傳 請你務必認真去看待這些題目 當然你也不用貪心 一定要做一大堆題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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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